陈长安第一时间去赶知那十五个鸿蒙神后七强者 眨眼间发现这十五人就在不远处 但这十五人即将要踏入虚空离开 别走 陈长安快速踏入虚空 只是片刻之间便到了十五人面前 圣人宗十五个天王看到陈长安的出现 大惊失色起来 快跑 他们也是刚接到怒斥元罪的提醒 让他们快速逃离千元州 有多远逃多远 往后在怒斥元罪的集合下再回来 并且还得知了让他们逃亡的原因 那个仙界的最强者 也就是那个宗门的宗主实力居然媲美怒斥元罪 看到陈长安 这些人已经大部分逃入了虚空之中 只有五个人速度落后于其他人 陈长安将这五人直接被限制住 随后都被抓了起来 剩下的十人已经逃离千元州 但还好 这里有虚空通道的痕迹 他可以有迹可寻去找 陈长安赶忙钻入第一个人逃离的通道去追 两期时间不到 他就追上了 这还准备继续逃的鸿蒙神后七强者 一把将其抓住 限制其修为 扔入秀礼乾坤里面 让里面的周松和林涛两人控制住 一套流程像是练习过几十遍一般 拥有神级修为的周松和林涛两人 在陈长安的秀礼乾坤空间里面 能随便碾压这些被限制修为的神界顶尖强者们 陈长安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再次追踪第二人的逃离轨迹去追 最终 他一共捕获了十人 还是有五人逃了 可惜了 逃了五个 要是我能定住时间一回 哪怕是一回也好了 陈长安心里想着这念头 随后冒出了一个幻想 会不会有短暂定住时间的神通 毕竟都有创造东西和看到未来的神通 定住时间一回的神通 貌似也不是特别稀奇 他也就在脑海里想了一下 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下 既然其他原罪没有追杀过来 那他不能放过重创圣人宗的机会 他开始在千元周中抓捕圣人宗的弟子 一番扫荡 硬是被他抓了近二十万人 全被他限制了修为 压进了秀礼乾坤空间里面 一切搞定之后 他心满意足地踏进了回仙界的通道里面 他还是得回仙界待着 怒斥原罪是有办法找到他的位置的 他躲在神界还是有危险 三个以内的原罪找到他 他自然不怕 但十个过来 他就吃不消了 想要在神界灭掉这些原罪 他只能再提升一下实力 比如多休息多一些神通 或者让宗门里的人参与进来 帮他的忙 比如顾繁星 相信顾繁星突破到最高境界之后 是能够媲美一个原罪强者的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陈长安回到了仙界 而林涛和周松两人也被他放了出来 宗主 我们已经把那空间里的人都绑住了 周松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他用的捆绑手法 正是大长老教他的 这么多人都被捆成一个模样 别提多好玩了 陈长安点头 然后看向林涛 到通神塔研究的怎么样了 有没有收获 他自己突破了 但不妨碍 他也想让宗门所有人都突破 林涛微笑道 研究了 之后想要创造出 媲美通神塔功能的阵法 还得等我进入柳星云的身躯里面 多钻研一段时间 他对柳星云这身躯 和他自己的能力 有足够的自信 陈长安微笑点头 此次神界之行收获太多了 首先目标完成了 其次是让他多学了一门攻击手段神通 再者 还有重创了圣人宗 抓了这么多圣人宗弟子 最最重要的还是 让他知道了自己具体实力 能够抗衡三个原罪 将这消息告诉顾繁星 肯定能让顾繁星好生震撼一下 想必顾繁星眼里 也就把他当成一个原罪强者看待 陈长安带着两人踏入虚空 一步回到了宗门前 此次算是凯旋归了 重创了圣人宗 也意味着免去了一场大战 就是这十大原罪会不会下来呢 要是能一起下来 那一切都简单了 在仙界这里 他能全灭了十人 陈长安先来到地牢 他也是有先知之名 提前让大长老吩咐人扩充地牢 此刻地牢已经大到能够容纳几百万人 宗主 大长老看到陈长安 笑着走了上来 他听说陈长安去了一趟神界 看样子好像刚回来 怎么就来此处了 他已经和慕容雪商量过了 往后宗门外面的事物 由慕容雪来管 而地牢这里 就他来管 毕竟在宗门中 他的修为现在是最弱的 再强的 如如鸢等人都不守 他在管宗门上面的事情 别人也不一定服他 但地牢这里不一样 在这里 嘿嘿 这些人都被限制了修为 都比他弱 在这里 他就是天 陈长安将圣人宗所有人放了出来 这十人都是鸿蒙神后期强者 好好管着 至于其他人 你就好好问讯他们修为情况 分批关着 大长老看到如此多人 直接瞪大了眼眸 随后神情狂喜了起来 宗主放心 我保管将他们制得妥妥贴贴 他赶忙叫来手下 将这些人分批关押 这些手下都是当初清云宗的长老 和他的交情最深 陈长安拍了拍大长老的肩膀 放心地回到了宗主殿内 随后转音给顾繁星 让他来一趟 船音刚落 眨眼间顾繁星就出现在了宗主殿内 仿佛他每时每刻 都在等陈长安回来的消息一样 顾繁星微笑道 通审塔研究的怎么样了 陈长安道 差不多了 而除了此事 此行我还和怒吃原罪打了一架 听到后面一段话 顾繁星神情一变 快速上前查看陈长安的身体 你没事吧 看着模样急切 皱紧眉头 仔细检查他身体四肢的顾繁星 陈长安赶忙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道 放心 小小怒吃原罪 被我拿捏了 顾繁星见陈长安后退的样子 证然了一下 随即意识到自己有些越界了 不过看样子 陈长安应该是没事了怎么拿捏 顾繁星还是相信陈长安的 在他眼里 陈长安的实力完全比得上一个原罪 陈长安笑道 差点杀了他 可惜了 其他九个原罪出现太过及时 啊 其他原罪也出现了 你 你真没事 顾繁星又紧张了起来 死死盯着陈长安的身体 只是陈长安毫无受伤模样 脸色也正常的很 甚至脸上还挂着一抹得意之色 放心 我一打三没问题 此话一过 大殿疏然安静了下来 第162章 作弊般的神通学习法 你开玩笑的吧 顾繁星开始怀疑陈长安在调侃他了 他清楚原罪的强大 即使陈长安将所有武器都修炼到了道的境界 也只是比一个原罪强一些罢了 这就相当于多了一种比较强大的神通 一打三 严格意义来说 即使是当初他们平天阁最强的人 也只是一打二罢了 陈长安认真看着顾繁星道 我不会在这种大事面前撒谎 顾繁星盯着陈长安的眼睛 两人安静了好一会 视线在交互 突然 顾繁星和陈长安一同意识到 自己这样盯着对方不好 转过了目光 看去其他地方 那太好了 你一人匹敌三人 如何做到的 顾繁星格外好奇 陈长安道 我本身的实力应该和他们差不多 再者 我修炼的神通不少 还有我将所有武器修炼到了最高的境界 这次 看着顾繁星 陈长安没有太多保留了 决定告诉顾繁星 自己修习了不少神通 你修习了多少种神通 顾繁星眼神一变 意外地盯着陈长安 斡旋造化神通 洞溪未来神通 秀里乾坤神通 翻天印 擎天手 一共五种 陈长安淡然道 他相信 神界还有不少的神通 等着他去学 以他对这些神通的了解 以后修习其他神通 难度应该也不会太大 特别是秀里乾坤 翻天印 和擎天手三种神通 他休息时花费的时间 简直不要太短 感觉休息了斡旋造化神通 和洞溪未来神通后 一切神通都简单了 对了 陈长安豁然间想到了什么 眼眸瞪大 神情巨变 等等 我会洞溪未来神通 那我以后休息其他神通的时候 岂不是可以直接使用 洞溪未来神通 看到自己对神通休息的未来画面 那我岂不是直接省去 不少休息时间 他看到的画面 都是寄存在脑子里面的 按理来说 他认真休息神通的知识 也会寄存在脑海里 那是否意味着他 可以少休息五个时辰 是的 他突破到了神级之后 已经可以查看 未来五个时辰的画面 如此操作 是否能够做到 只需要极短的时间 就能休息成功一门神通 有了这个想法 陈长安迫不及待了起来 看向了此刻表情 有些呆滞的顾繁星顾繁星 还在因为听到陈长安 会五种神通而震惊呢 因为据他了解 神界最强的原罪 也不会五种神通 怪不得陈长安能够一打三 陈长安道 你还会不会其他神通 还有其他神通的话 再交给我 再交给你 顾繁星咽了咽唾目 问道 你别告诉我 上次我教你的秀李乾坤神通 真休息成功了 陈长安也不说话 直接展示了一遍 将顾繁星收入秀李乾坤里面 随后再将顾繁星放了出来 顾繁星出来后 瞪大眼球看着陈长安 虽然看起来还是很好看 但整体模样令人发笑 有种二哈的记事感 顾繁星很震惊 很震撼 因为陈长安不仅仅 从他口传之下 休息完了秀李乾坤神通不说 居然还研究出了 变种的秀李乾坤神通 就在刚才 他毫无反抗之力 只觉得身上多出了一股限制 让他毫无抵抗地 被吸入了秀李乾坤里面 这岂不是无敌了 谁都会收入秀李乾坤里面 陈长安似乎知道 顾繁星在想什么 道 我的限制手段 作用不到原罪身上 要是可以 就爽了 他先前在怒斥原罪身上 尝试了一下 很可惜 这些原罪身上 似乎有什么屏障 将他的天地之力阻隔住 这就是原罪 和普通鸿蒙神的区别 普通的鸿蒙神后期 都抵抗不住 他的天地之力侵入 顾繁星也足以震撼了 意思是 陈长安遇到原罪之外的人 都能瞬间制服 简直无敌 我修习的另一种 神通名为镇空杀 这是我的杀招 一般不会使用出来 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顾繁星也不仅仅是 停留在口头上讲述 当着陈长安的面 在大殿空旷处使用了出来 只见他神情严肃 朝着那方空间一指 煞时间 那空间中突然出现了 一个白色的正方体 将一方空间裹住 随后里面 响起了恐怖的 虚空炸裂声 轰轰轰轰 陈长安眼神炙热了起来 好家伙 有点牛批 这阵空杀 就是形成一个阵形方框 然后在里面各种轰炸 敌人几乎完全躲不开 就被困在了里面 随后得面临各种强大的爆破 顾繁星收起神通 脸上也现出了一抹皮意 他现在修为还弱 使用这种强大的攻击手段时 几乎只能使用一次 并且杀伤范围也不大 所以还是得更加努力 去提升修为才行 只要回到了当初的境界 他可以使用这杀招好多次 杀伤力也能达到顶峰 至少能够和一个原罪缠斗 陈长安仔细盯着那方虚空 过了好一会 那方破碎的虚空 才恢复了过来 若是他早就修习会了这神通 加上翻天印擎天手 直接来上一套攻击 今日怒斥元罪 就没有活命的机会 想象一下 他先是用出了翻天印 两面天加住了怒斥元罪 随后擎天手捏爆两面天 同时使出这阵空沙围住轰炸 一共有三重轰炸 就问怒斥元罪扛不扛得住 必须要学会 这是秒人手段啊 陈长安连忙笑道 教我 顾繁星认真点头 若是陈长安真的能学会 那太好了 陈长安就有六种神通 顾繁星按照自己的理解 开始教导陈长安 陈长安在顾繁星讲解之时 果断开始试验 使用洞悉未来神通 下一刻 他脑海里拥有了 未来五个时辰的记忆画面 随后他脑海突然间出现了痛意 等等 咋回事 陈长安皱起了眉头 只觉得脑海有一股痛意出现 然后这股痛意 开始在他脑海里游荡 去到哪 痛到哪 是和他这样 休息神通有关 还是 两次洞悉未来神通有关 连续使用多了斡旋造化神通 他精神也会疲惫 如果他没猜错 应该和他短时间内 使用了两次洞悉未来神通有关 他现在从神界回来 还不足五个时辰 看到的未来时间有重叠 他努力克制痛意 再听顾繁星讲解 一遍镇空杀神通 同时按照自己看到的 未来休息镇空杀的记忆来佐证 如此 等顾繁星说完 他已经大致领悟了 于是 又过去了半个时辰 他眼神一变 去 陈长安指着先前顾繁星所指的空间 施展出镇空杀 顿时间 一个五彩的正方体 将那虚空包裹住了 随后 里面开始来回炸裂 其中居然还有雷霆在轰炸 顾繁星看呆了眼 第163章 我们识人杀去先见 顾繁星满脸不可思议地盯着陈长安 这一刻的陈长安 犹如万千星城中最亮的那一颗 在他眼前闪耀不停 半个时辰 居然就将他当初用了几年 才休息成功的神通 休息成功了 而且他怎么感觉 陈长安的正空杀 比他的要强悍 这种强悍 不是因为陈长安 现在实力比他强 而是他发现 这阵空杀 和他了解的正空杀不一样 首先这阵空杀 给他的感觉 更难以从内部攻破 其次是 里面居然还加入了雷霆的攻击威呢 简直不讲道理啊 陈长安心里则爽翻了天 自己的猜测成真 那以后 他的神级修为越高 使用洞悉未来神通 看到的时间越久 他休息神通的时间也就越短 可能往后只需要一个洞悉未来神通 便能瞬间休息成功一种神通 神通 现在 他只需要找到神通 嘿嘿 无敌在向他招手 等他休息完了神界的所有神通 别说是十个原罪了 一百个原罪在他面前 都能按在地上随便乱锤 别惊讶 毕竟我和你们不一样 看着顾繁星 还在盯着他 不停地收缩瞳孔 陈长安嘴角青阳 臭屁了一下 顾繁星这才回神过来 看着陈长安道 你对神通的休息原来如此有悟性 怪不得 你能将所有武器修炼到那种境界了 悟性真的很重要 陈长安对顾繁星的夸奖 微微汗手 随后问道 话说你知道 神界有什么地方藏着神通吗 我现在知道的 只有通神塔和某座藏书塔 这么看来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都是塔 顾繁星意外道 通神塔里面也有神通 陈长安点头 我这擎天手 就是在通神塔里面休息 顾繁星深吸了一口气 道 看来 果然那种猜测是真的了 猜测 什么猜测 陈长安问道 顾繁星道 神界的神通并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 而是神界诞生之初就存在了 在神界 这些神通 几乎都藏匿在一些特殊存在的建筑和遗迹之中 藏有神通最多的地方 正是各种塔 这些塔的出处 无人可以追寻 只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陈长安看到了一层迷雾 这意思是 神界之中 其实还隐藏着更强者 这些更强者 创造了神通 还是 神通都是天地诞生的 你把具体藏有神通的地方告诉我 我以后偶尔偷偷上去神界一趟 寻找这些神通 陈长安认真盯着顾繁星 他现在恨不得能天天泡在神通书籍海洋之中 将所有神通休息成功 顾繁星道 藏书塔你去过了 那地方只能去一次 通神塔应该也是 其他塔也应该一样 我知道的其他塔有 游明塔 通天塔 这两处塔你应该还没去过吧 其中遗迹有三处 但有一处遗迹就在某位原罪势力中 那遗迹叫做万古遗迹 剩余两处遗迹则在虚空之中 一个名为神允遗迹 另一个则叫岁月遗迹 我两种神通正是在岁月遗迹之中休息的 幽冥塔 通天塔 万古遗迹 神允遗迹 岁月遗迹 陈长安默默记住这五处地方 他这五个地方都没去过 有空的话 一定要去一趟 这里的每个地方都跟藏书塔一样 在短时间内选择神通修炼吗 陈长安倒是希望继续和藏书阁一样 这次的通神塔 只有一种神通自己出现 没有他选择的余地 现在他知道自己可以利用洞西蔚来作弊了 自然是藏书阁最好了 顾繁星道 通神塔和藏书阁一样 有十种神通任你选择 前提是能到塔顶 其他地方几乎都是 要么只能选择两种 要么全凭弃语 陈长安嗷了一声 这么看来 他能修习的神通 似乎也是有限制的 具体能修习多少种 得看运气了 那好吧 我也没其他事了 我几乎把整个圣人宗都抓到了地牢里 你有空可以去看看 若是见到仇人 直接杀了 陈长安微笑看着顾繁星 他清楚顾繁星心里的仇恨很重 顾繁星微笑点头 心里有股暖意 神剑 十大圆罪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怒吃圆罪此刻正看着手心处的红线 发现只剩下一小部分人逃掉 其余人几乎都被抓了 该死 真该死啊 怒吃圆罪第一次如此心态爆炸 骂骂咧咧不断 他的圣人宗可以宣布解散了 这是他永远洗脱不掉的耻辱啊 其他圆罪看着怒吃圆罪这般 有幸灾乐祸的 也有跟着皱起眉头的 魂吃圆罪平淡道 怒吃 事已至此生气也无用 怒吃圆罪冷冷看着魂吃圆罪 刚才就是这家伙 第一个说不管他的宗门 但他也清楚 魂吃圆罪如此作为的原因 他也只能把怒火憋在心里 此人不仅仅抓了我的人 我没猜错的话 他也把你们派去仙界的人抓走了吧 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不清楚 他根本没把你们放在眼里 怒吃圆罪知道自己一人对付不了陈长安 今日他算是见识到了陈长安的恐怖实力了 这家伙 颇有些像当初平天阁那家伙 魂吃圆罪淡然道 没事 我只是派去了可有可无的棋子罢了 其他圆罪都没有说话 安静看着两人斗嘴 怒吃圆罪沉声道 我与他战斗后的情况 你们也看到了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 他的实力比我强很多 在场诸位恐怕也没他强 若是他再成立一个平天阁 诸位该如何应对 他很清楚能让这些人帮他的办法 那就是让他们都有危机感 当初平天阁也不是一开始就针对他们十大圆罪 而是先针对致吃圆罪 之后也是致吃圆罪说服了他们 才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说到这里 怒吃圆罪盯着致吃圆罪 等待致吃圆罪说话 致吃圆罪被怒吃圆罪盯着 平和开口 他和平天阁那家伙不一样 平天阁强者如云 他一人强算什么 怒吃圆罪怒笑道 那你们就袖手旁观吧 等你们反应过来之时 恐怕就是死亡到来之际 这时 一个圆罪开口了 这圆罪名为暗吃圆罪 我还是建议将危险杜绝在摇篮之中 怒吃圆罪竟按吃圆罪替自己说话 眼眸一亮 要按吃圆罪开口 其他几个圆罪也陆续表明自己的观点 皆是觉得怒吃圆罪都惧怕的人 自然已经比他们强了 他们不想任由这种人再变强下去 魂吃圆罪和致吃圆罪两人对视了一眼 他们的目标其实是想让怒吃圆罪先被杀死 之后再联动其他圆罪镇压 现在看来还是不行了 那诸位打算如何作为 致吃圆罪扫了眼其他圆罪 怒吃圆罪当先道 我有办法追查到他位置 若他在仙界 我等先在神界悄然布置大阵 将其困于仙界 随后我等十人再率领大军杀去 他自然逃不掉了 第164章 每次都和李雪自清 怒吃圆罪此话一过 现场寂静无声下来 怒吃圆罪见其他人不发声 问道 有问题 致吃圆罪不禁冷笑 道你觉得他躲在仙界赶抓我们的人 是仗着戒雨和那奇怪阵法 怒吃圆罪自信道 他不就仗着宗门里的 有不少先帝妻之人吗 还有那个奇怪的大阵 但只要我等人多 他们自然拿我等 没有办法 致吃圆罪暗自叹息 要是这家伙提前下去先见 那这家伙就死定了 看来这家伙还没到死的时候 暗吃圆罪看着怒吃圆罪 语气略有些无语道 他定然是有依仗 不怕我们十人下去 才敢抓拿我们派下去的人 若是我们下去了 可能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 怒吃圆罪皱紧眉头 道你们活久了 连自信也活没了 他是比我强 但那又如何 我等十人联手 就连当初的平天阁 我们也能诛杀殆尽 他有何依仗 才能比我等十人强 就他一个比较强的人 躲在先见 我等下去一趟 他必死无疑 听着怒吃圆罪这话 其他圆罪突然间 不想掺和此事了 甚至有人怀疑 怒吃圆罪是否是 和先见那家伙是一伙的 目的就是骗他们下去 想办法将他们一锅端 他们活了如此久 自然清楚 先见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即使是他们这些圆罪到了先界 也会受到先界界域的影响 从而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 在如此规则下 他们下去 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很容易出现 阴沟里翻船的事情 这也是他们在神界 活了这么久 一次都未曾去过先界的原因 有事也只是派人下去 行 这样吧 我们每个势力 都给你十万神级之人 让你统领 我们九人则在神界等你凯旋 如何 致吃圆罪这时候突然开口 此话一过 其他圆罪都愣了一下 不过仔细一想 他们觉得可以 一是他们不用下去冒险 二是派出十万神级之人也不多 三是 怒吃圆罪可以作为试探 若是先界那家伙 直接被怒吃圆罪杀了 此事也就直接过去了 他们往后也不用怕 有人能颠覆他们对神界的统治 若是怒吃圆罪死了 也算是为他们探路 他们也就不能下先界 只能另谋他法了 怒吃圆罪听着此话 皱紧眉头沉思 他逃出来的手下不多不少 再好好去征集一些人 也能勉强及其十万人 最后也就是有百万人 百万神级之人下到先界 就有一百万个先帝巅峰 面对一个清云宗自然碾压了 就是他打不过这陈长安 在先界肯定也打不过 他看了眼其他圆罪 道 你们派多一人帮我 他比我强 但也就只比我一人强 多一人我才能打得过他 等他杀了陈长安 也不用战斗了 直接吞并清云宗 而他们圣人宗刚被抓去这么多人 应该不会全死 就出来还能弥补一下 此话一过 致吃圆罪看向其他圆罪 道 你们谁和怒吃关系好 帮一手 暗吃圆罪被致吃圆罪看着 果断闭上了眼眸 一副我在睡觉的模样 其他圆罪也不与致吃圆罪对视 完全不想帮忙 怒吃圆罪见此 一咬牙下 道 你们美方再派出五个鸿蒙神后 七只人助我 我这就杀去先见 给你们探路 此话一过 四周又安静了下来 简单思索了片刻 致吃圆罪道 行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其他圆罪 见智吃圆罪也答应了 便纷纷阴郁 五个鸿蒙神后七还好 他们美方势力 都有十几个鸿蒙神后七之人 就这样 事情约定了下来 而他们筹集兵马仪式 也没那么快完成 需要半天时间 倒是可以先安排阵法 怒吃圆罪看向了哀吃圆罪 道 哀吃 你阵法最强 可有封印仙界的阵法 哀吃圆罪 神界最强阵法师 听说青云宗拥有限制人修为的阵法后 也暗自研究了一回 发现连他也布置不出来 便打起了青云宗这个阵法的主意 这也是他为何赞同怒吃圆罪 杀去仙界的原因所在 等怒吃圆罪灭了青云宗 他就能拿下此阵法 好生研究一番 兴许能够改善为 限制神级修为的阵法 封印六十个通道变形 小诗一桩 交给我 哀吃圆罪随意道 怒吃圆罪点头 商量好后 他当先带着哀吃圆罪去千元州 布置阵法 短短不到一炷相时间 阵法布置完毕 强大的阵法 封印住了六十个神界 与仙界连通的通道 使得五十九个通道都消失不见 不管是在神界找不到 仙界也找不到 搞定之后 怒吃圆罪默默等待其他圆罪 派来神级之人 仙界 青云宗宗主殿后方休息时中 陈长安此刻正与李学雅溺外中 轻轻抱抱举高高 他最近一直在忙活 难得清闲下来 自然要叫来李学雅温故知心一下 不得不说 一段时间没有清清 李学雅这文迹变得太好了 学雅 你不会有偷偷在练习吧 还是每天都想象着我们 陈长安说到后面 突然说不下去了 因为他看到前一刻 还安静可爱的李学雅雅 突然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你是李学字 陈长安嘴角抽动问道 李学字笑道 不陪你完了 回去了 眨眼间 李学雅表情变了回来 然后露出了愉怒表情 道 李学字 你再这样 我可就让师尊封印了你 他原本想和陈长安亲亲 没想到即将亲到的时候 李学字强行将他困住 他自己则是在外面装成他 和陈长安亲亲 他在身体内看得着急 可他也只能干着急 这身体的主导权 根本就不是他 不知什么时候 启程了李学字在主导 陈长安听到此话 嘴角抽动速度更快了 这还只是亲亲 要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们换来换去 我根本分不清啊 长安 要不你帮我封印了 他气死我了 次次都这样 李学雅用渴求的目光 看着陈长安 陈长安不仅嘴角在抽动了 眼角也跟着抽动了起来 次次都这样 感情我每次亲的时候 都是和他亲啊 第165章 开始斩杀原罪 就在陈长安准备做些什么的事情 顾繁星突然传音过来 说有大事发生 陈长安只能将儿女情长之事 放一边 走出宗主殿中 顾繁星已在此处等候 又见陈长安和他徒弟 从休息室中走出 不禁在心里哀叹了一下 随后将来一说出 仙界到神界的通道都消失不见了 文言 陈长安眼眸半眯 随后想到了一个可能 眼眸中闪过了兴奋之盲 看来 他们是用阵法把仙界封印住了 很大概率会在不久后 举兵杀下来 顾繁星神情一变 道 某个原罪会带兵杀下来 还是 十个都来 陈长安摸着下巴 他不敢再轻易使用洞悉未来神通 那股痛意还未消失 一天之内连续多次使用洞悉未来神通 他怕把自己玩坏了 思考了一会 陈长安道 很大概率是怒斥原罪下来 其他原罪不笨的话 可能只会旁观 现在谁最急 无疑是怒斥原罪 其他原罪虽然会感受到他的威胁 但应该不会这么快对他动手 还持有观望态度 不过这些原罪 应该也不会完全观望 应该是会派些人帮助怒斥原罪 怒斥原罪的圣人宗都被他抓得差不多了 其他九方派人 如果每方派的人多一点 人也会很多 陈长安看向了顾繁星 道 让大长老多建一些地牢 恐怕不够用了 顾繁星笑道 好 希望他们真的能下来 顾繁星准备离开 不过离开之前犹豫了一下 还是看向了李学雅 道 学雅 跟我一起 李学雅原本还想继续和陈长安逆玩 此刻也只能点头 跟着顾繁星走了 四周只剩陈长安一人 他继续把自己当成这些原罪 去思索未来会发生的可能 要是只有怒斥原罪下来 我杀不杀他 展现出来了实力 就不用再幻想其他原罪下来了 最大的底牌用了 之后就休想让其他原罪来仙剑 任他宰杀 不过 能杀一个也挺好的 等他修炼的神通多了 杀其他原罪也不难 就是仙剑被封印住了 我也不能随意上神剑了 陈长安想到这里 开始犯愁起来了 有没有食妖办法 可以做到 他可以偷偷去神剑 其他原罪不知道 清云宗开始着手 准备一场大战的到来 而神剑也是如此 只用了半天不到时间 九方势力的人都集合在千元周内 每方原罪势力 都有五个鸿蒙神后七强者带领着 加上圣人宗 那在陈长安追杀中 逃掉的鸿蒙神后七强者 怒斥原罪此次 可以带着五十个鸿蒙神后七强者 去仙剑 百万神级之人 加上五十个鸿蒙神后七强者 还有他一个原罪 这等阵仗 别说是去歼灭仙剑一个宗门了 歼灭整个仙剑 也只不过是依注香的事 听我号令 进入混空珠中 没我号令 都安静待着 怒斥原罪将一个混空珠拿出 此混空珠可以收纳百万人 他一人带着百万人下仙剑 也不会第一时间 引来陈长安的注意 然后他们来上一场偷袭 杀青云宗一个猝不及防 此刻致斥原罪等人也出现了 站在天空之上 看着怒斥原罪 怒斥原罪与这些原罪对视 沉声道 等我捷报 这时 哀斥原罪手一挥 一道光芒落在了怒斥原罪身上 不用你捷报 我等自会看着 哀斥原罪 在怒斥原罪身上布置了一个阵法 即使怒斥原罪去到凡间 他们都能看到怒斥原罪看到的画面 怒斥原罪也懒得废话 将百万人收入混空珠后 果断通过通道前往仙剑 怒斥原罪一消失 其余原罪开始交谈 你们觉得他能活着回来吗 他是死是活 与我等何干 我只想知道那仙界之人的具体实力和底牌 魂斥原罪冷漠道 其他原罪自然也是这个想法 致斥原罪道 开始了 哀斥原罪启动阵法 开始观看起怒斥原罪在仙界的画面 怒斥原罪在经历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画面定下来之时 已然出现在了仙界之中 他很久很久之前下过一次仙界 之后再也没有来过仙界 当他出现在仙界之时 不出意外的是 一道戒御之力冲入了他的体内 他无法阻挡也无法抵抗 修为实力瞬间被控制在了仙底巅峰 同时还有一道戒御之力闯入了他的混空珠里面 将里面百万人的修为控制在仙底巅峰之境 还真不适应 怒斥原罪很不适应这种实力境界 但也就骂了一声便开始进入准备状态 林渊成应该是那边 他看向了一个方向 只是他刚说完这话 突然间一道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没错 就在那边 这熟悉的声音一响起 怒斥原罪整个人都棱在了原地 不仅仅他如此 神界中仙界与神界的通道上空站着的九大原罪 也神情一致 怒斥原罪神速转头 往身后看去 只见一个人从虚空之中缓慢显现 出现之人正是陈长安 怒斥原罪神情瞬间严肃到了极点 完全没想到自己出现在这里 会被陈长安发现 不应该啊 这家伙 怎知他从这条通道里面出现 提前隐藏在虚空之中 而且他刚下来之际 介遇还没有限制住他 他应该能快速发现 陈长安就躲在身后才对 哪怕有介遇的限制 大家都是先帝巅峰之境 他怎么会没发现陈长安在身后 若是陈长安没有说话 而是发动偷袭 他将要被杀得毫无还手之力 还好 还好 这小子没有偷袭 怒斥原罪庆幸幸之时 快速拉远 和陈长安保持距离 同时看了眼四周 发现没有青云宗的人在他眼眸一亮 那意味着陈长安自己一人出现在此处 他只需快速将混空珠里面的 五十个鸿蒙神后期放出 配合他对陈长安一起发动攻击 量陈长安整体实力比他强 也扛不住如此多人攻击 小子 你的狗胆还真大 出来 怒斥原罪深知 废话不能多 只说了一句便快速下令 然而奇怪的是 他的话音一过 四周却是安静不已 他盯着眼前的混空珠 神情慕然 咋了 你们倒是出来啊 别叫了 他们此刻可听不到你说话 都晕了呢 陈长安但莫开口 第166章 斩杀一位原罪 陈长安刚出现在此处 就将天地之力作用入怒斥原罪的混空珠里面 在介余的力量限制那百万人之际 他也趁虚而入 限制了他们的修为 他没想到配合介余之力 居然能够有奇效 直接将这些人限制成凡人 所以 修为成了凡人一般 哪能听得到怒斥原罪的话音 怒斥原罪瞪大了眼眸 那张脸上 从未有过如此惶恐之色 不可能 怒斥原罪 赶忙朝着混空珠里灌入感知 当他看到里面所有人都一脸猛逼的模样 且都没有散出任何气息 他知道陈长安没有撒谎了 只是 这怎么可能 其他人应该都在看着吧 陈长安发现 怒斥原罪身上有阵法光运在闪烁 想必在神界 其他原罪都在看着呢 可惜了 他大概只能在仙界这里 斩杀一个原罪了 怒斥原罪咬着牙 尽量让自己冷静 沉生道 你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恩怨 我觉得 我们没必要拼命 要不我们商量一下 一笑敏恩仇如何 此话说出来 他都觉得脸颊发疼 好歹是一个原罪 在神界作威作福了这么多年 此刻来到了仙界 直接这般不要脸了 还好现在也就只有其他原罪看着 这是应该传不开 其实他和陈长安并没有太多的恩怨 也就是陈长安动了他们的圣子罢了 而他因为圣子去尝试打击陈长安他们 本应没有什么呀 他就是这般认为的 殊不知听在陈长安里 是那么的好笑 两次大战 都是奔着灭了他们势力而来 只能一笑敏恩仇 再者 他们本来就有仇 顾繁星是他们宗门的人 你以为自己还在神界吗 在仙界 你已无与我拼命一说 你只有死路一条 陈长安露出了一抹冷笑 他知道怒斥原罪想什么 这家伙还以为自己 可以和他拼命呢 剑尘长安完全不给面子 也似乎觉得杀死他很简单 怒斥原罪神情争鸣了起来 低喝道 上次在神界被你杀了一个猝不及防 你便以为拥有必杀我的实力 当然 我承认你很强 但你以为我就可以任你宰割了 再仙剑 你我都是先帝巅峰境界 你 怒斥原罪还想继续说狠话 突然间就说不下去了 只觉得脑子突然嗡嗡地响个不停 为什么 为什么 他此刻感觉到一股能量进入了他的身体 开始缓慢地往下限制他的实力 陈长安眼眸一亮 哼了一下 在神界做不到 仙界还是可以吗 他利用天帝之力偷偷潜入到怒斥原罪体内 终于可以限制怒斥原罪的实力 你 你这我做了什么 怒斥原罪低吼道 陈长安玩味道 我们实力还一样吗 怒斥原罪无话可说了 现在他的实力快速下降 直到怒斥原罪的修为下降到了先帝初期 陈长安这才停手 而他做这么多事 不是为了轻易斩杀怒斥原罪 来到仙界的怒斥原罪 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接不住 他这样做 目的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 陈长安单手一挥下 旁边出现了一个两个虚空通道 两个人从里面走出 两人出现之时 脸上还有些猛逼 当看到陈长安后 才露出了恍然之色 而当他们看到了怒斥原罪的时候 两人再次陷入了呆滞之中 怒斥原罪 顾繁星和徐贤两人 瞬间满眼都是杀意 身上的气息荡出 震慑一方 怒斥原罪猛逼的 看着顾繁星和徐贤两人 他根本不认识这两人 顾繁星当初在平天阁中 没有显露过真容 所以怒斥原罪 不认识也正常 而徐贤则是神寻宗的圣子 在灭宗大劫之际 便开始逃了 怒斥原罪没有见过 顾繁星和徐贤两人 都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看向了陈长安 陈长安道 我已经将他的修为 限制在先帝出气 你们可以联手杀了他 当然 你们也可以让他死得明目一些 此话一过 顾繁星和徐贤两人脸上 都闪过了感激之忙 顾繁星看了眼怒斥原罪 发现怒斥原罪身上 似乎有观看阵法在 神界其他原罪 极有可能就在看着 于是皱着眉头 看着陈长安 问道 真要表明身份 陈长安觉得 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顾繁星也不用再隐瞒身份 于是点了点头 顾繁星见此 冷意从体内散出 多年的怨恨与怒火 透体而出 怒斥 没想到你也有这般下场 顾繁星仔细回忆着 平天阁中 死在怒斥原罪手上的兄弟朋友 怒斥原罪见顾繁星走来 脸色难看不已 我不认识你们 孙平安 李云红 万达华 一个又一个名字 从顾繁星口中说出 那时候 还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听着这些名字 怒斥原罪再度瞪大了眼球 这 这些名字 不是他杀的平天阁那些人的名字吗 你们是平天阁的余念 怒斥原罪惊道 顾繁星等这一刻 等了好久好久 我们说过 迟早会回来 此时此刻 我希望他们都能在天有灵 见到这一幕 神界那些家伙 看好了 很快会轮到你们 顾繁星当即出手 杀相怒斥原罪徐贤也是如此 他一句话也不说 所有的愤恨加注在攻击之中 他要为全宗报仇 若是杀来的人中 只有徐贤一人 怒斥原罪 尽管只能动用先帝初期的实力 也足以压制徐贤 但顾繁星不一样 和他们这些原罪一样 拥有同等的天赋 只是几招过后 他已经被撵成了血人 该死 你们该死 他们都在看着 他们会帮我报仇 你们平天阁 终将会再被灭一次 最后感受到死亡的到来 且知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 怒斥原罪争鸣大吼 国造 顾繁星朝着怒斥原罪 当头一箭砍下 天地在这一刻 发出了怒吼 刺了 怒斥原罪的身体 被一分为二 徐贤则是不给怒斥原罪 任何活下来的机会 常见疯狂切割怒斥原罪的身体 无数剑影笼罩住了怒斥原罪 直至将其切成了血色积粉 四周平静了下来 顾繁星和徐贤两人 一番调整之后 安静了下来 顾繁星看向了陈长安 只觉得心脏在澎湃地跳着 而陈长安看着虚空 淡漠开口 诸位原罪 在神界近代我等的到来 神界 九个原罪 此刻脸都黑了 原来是平天阁的余念 第167章 毁灭仙界 九大原罪面面相去 他们当初明明 已经将平天阁的人都杀光 智吃原罪和魂吃原罪 两人很擅长推演 自然是推演过平天阁的情况 这平天阁不是都死光了吗 怎会还有余念 最重要的还是 为什么还有一个如此强大的余念 陈长安的强大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为何陈长安在仙界 可以如此限制 他们这种原罪级别的强者 怒斥刚才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被陈长安无情限制到了先帝初期 这才是怒斥死亡的根本原因 陈长安从始至终都没有出过手 还好我等没有下去仙界 此仙界诡异不已 究竟是阵法 造成怒斥的修为被限制 还是这家伙在仙界 拥有特殊的手段 平天阁又出现了 我等得好好商量 如何再将他们灭了 智吃原罪神情冷漠 安静思索着未来 随后看向了哀吃原罪 道 你的阵法封印 真可以让仙界所有人都上来不神界 哀吃原罪道 不出意外 是的 当然 我可以即刻去加固阵法封印 让阵法强度达到我等的实力等级 即使是他在神界的实力 也打不破如此坚固的阵法 智吃原罪快速道 行动 安全起见 他们一行人一起前去 目睹完哀吃原罪 不止完成阵法 确定将整个仙界封印住了 他们才离开了千元洲 阵法封印只是一时的 他们可能某天就能想到 突破阵法封印的办法 回到神界 我们要好好布局了 智吃原罪表情平静道 他现在心里很复杂 他和魂吃原罪十分乐意看到怒吃原罪死亡 但是 他们不想看到怒吃原罪死亡 是因为平天阁平天阁和他们都有仇 而如此多年来 也只有平天阁能威胁到了他们的存在 若是再让平天阁崛起 并且拥有了颠覆他们的实力 他们终将要成为历史尘埃中的一员 既然已经把他们暂时困在了仙界 我们要不要想办法在神界灭了那方仙界 这时 魂吃原罪突然提出了一个提议 此提议一出 其余原罪脸色沉着了下来 暗吃原罪道 灭了仙界 自然能将里面的人都灭了 但是 你确定能承受毁灭一个仙界的后果 他们几人的实力自然可以毁灭一方仙界 只要九人联手 将一个仙界毁灭轻而易举 但是 下场是遭到神界天道的限制 仙界之所以有介于限制 就是有天道存在 他们神界最强者下去都得被限制 就是因为 神界的天道比他们强太多 仙界是天道所管 他们灭了天道管辖的仙界 自然要遭受惩罚 其实 当初神界并不只有十个原罪 而是十二个 一个被平天阁灭了 另一个则是因为对方将一个仙界毁灭 遭遇了天道的惩罚 随后被平天阁轻而易举杀死 这个提议 我觉得可行 这时 致痴原罪第一个表达出赞同 所有院子都看向了致痴原罪 致痴原罪道 据我了解 天道降下的惩罚是有一定威力的 毁灭一个仙界 降下的威力是同等的 而我等若是九人一起扛 顶多会将我们实力限制到鸿蒙神后期 以我等九人的实力 恢复到如今这个境界 也无需太久 再者 我等成了鸿蒙神后期境界 也能横扫神界 当然 这是最后的手段 若是有其他手段 自然不用此手段 其他原罪听后纷纷点头 这是他们别无他法的时候用的 若是能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法 自然不用最后的手段 短时间内 他们应该突破不了阵法封印 诸位好好思量吧 先见 将怒吃原罪杀灭后 顾繁星只觉得身心通畅了许多 多年来 他心里机缘太多 每当自己觉得过得太好的时候 都会回忆一番平天阁的悲惨下场 以此勉励自己 现在 他终于看到了复仇的曙光 陈长安则是看着 被固定住的仙界与神界的通道 这通道 也压缩成了针孔大小 并且 还有一层很强大的封印限制住了 即使是他 也没有办法打开 除非拉着整个仙界垫背 发动出最强大的攻击 去毁灭这层阵法封印 不会真的去不到神界了吧 陈长安心里富匪了起来 这玩意有些强大 他还想抽空上去修洗神通呢 仔细研究了一会 陈长安皱起了眉头 确定 以自己现在的手段 完全上去不了 他嘴角抽了抽 只能寄希望给其他人 繁星 你瞅瞅 有没有办法上神界 陈长安看向了顾繁星 顾繁星 看着神界与仙界的阵法封印变强了 仔细研究了一会 得出的结果是 被封死了 他们仙界就像是一个坚固无比的球体 一个球体之中有几十个小洞口 人们通过这些小洞口 就能离开仙界 去到神界 而现在 这几十个小洞口 被死死风堵住了 他们没有途径 可以走出球体里面 硬要说出去的办法 有仅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整个球体崩塌 陈长安和顾繁星研究了一会 并且还在顾繁星这里 得知了一个他从未听过的信息 若是仙界被某人毁了 一种神秘的力量 会降临在此人身上 此人非死即伤 修为甚至还有可能消失殆尽 陈长安皱紧眉头 意思是 完全没了上神界的路了 不过很快 顾繁星就释然道 没事 这也给了我们好生修炼的时间 我们可以待在仙界好好提升 嘿嘿 你大徒第一中横还在神界呢 陈长安看了眼顾繁星 提醒一声 顾繁星这才反应过来 露出了呆滞的模样 回去吧 我再想想办法 陈长安带着顾繁星两人 回到了宗门 随后第一时间叫来了林涛 那封印是阵法 林涛或许能研究出 通过这封印阵法的方法 林涛接收到命令后 前去研究 而等其他人都走后 陈长安将自己偷偷藏好的 怒斥元罪灵魂放了出来 是的 就在顾繁星即将把怒斥元罪灵魂 也斩灭之际 怒斥元罪施展了特殊的秘法 灵魂潜逃了 这时或许连神界那些元罪也没有发现 而在仙界里面 他的感知能够覆盖整个仙界 自然发现了这家伙 他便直接利用天地之力 求困住了怒斥元罪的灵魂 此刻 怒斥元罪的灵魂从虚空中显现 就像是一颗发光的装满水的小气球一样 漂浮在空中 看起来十分Q弹可爱 第168章 折磨元罪 怒斥元罪被天地之力困住的时候 只觉得自己被彩色的环境围住 被困住后怎么都逃脱不了 此刻求困他的彩色囚牢不见 在定睛之时 看到的却是陈长安坐在一处大殿之中 他灵魂狂颤 好似灵魂也能说话 你搁这跟我装哑巴吗 陈长安玩味地盯着怒斥元罪的灵魂 这怒斥元罪这么想活下来 他肯定得好好利用利用 首先是利用怒斥元罪 来好好打探 打探其他元罪的信息 其次就是看看 能不能在怒斥元罪这里 套出他想要的神通 上次和怒斥元罪战斗之时 他大概看到了 怒斥元罪使用了两种神通 一种是金色巨剑形状的攻击手段 树立在他的头顶上 威力应该是和擎天守这些攻击差不多 另一个则是防御性神通 金光笼罩之下 与虚空融为一体 给人一种很牛逼的感觉 有攻击神通 自然要匹配一个防御神通 他也不是每次都能占据攻击主导权 一个人面对几个元罪的时候 还是要学点保命手段 怒斥元罪知道 自己装沉默也无用 只能道 你想如何 他说话的时候 灵魂震动虚空 发出了原来一模一样的声音 听着声音 还在努力维持着属于元罪的尊严呢 陈长安面露不屑 你不想死是吧 你要如何才能放我离开 怒斥元罪听到陈长安这话 仿佛见到了希望之光 陈长安安静盯着怒斥元罪的灵魂 过了一回才到 放你是不可能放你的 那好 我不会告诉你 所有你想要的信息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在我此处打探他们的信息 我也明确告诉你 我知道很多 对你有利的信息 怒斥元罪沉声道 陈长安笑道 你倒是挺懂 对了 我从顾繁星那里听说 你有折磨人的癖好 被折磨者的身体没死之前 你折磨人的身体 当人的身体死后 你折磨人的灵魂 让人达到生不如死的状态 是否是真的 怒斥元罪看着陈长安 那渐渐变得诡诀下人的表情 他怕了 他永远想不到 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待宰的羔羊 哦吼 你居然怕了 陈长安玩味笑道 别怕 我只会折磨你几万年 一眨眼的时间而已 至于你肯不肯配合我 我也不在乎了 陈长安不说了 直接让怒斥元罪 感受一下他的折磨手段 他果断使用天地之力 定住怒斥元罪的灵魂 随后天地之力化作针刺 去刺激怒斥元罪的灵魂 一时间 大殿中响起圣人的惨叫 随后 陈长安让天地之力 变换成各种折磨人的元素 变成火 就烤怒斥元罪的灵魂 变成水 浸泡怒斥元罪的灵魂 变成屎 呼怒斥元罪灵魂一脸 研究了一下 发现怒斥元罪的灵魂 最怕的还是火焰 他便直接考试 怒斥元罪的灵魂 我听话 我听话 还没到半个时辰呢 怒斥元罪 大叫着妥协了 不 你还没妥协 我们继续 陈长安可不会 轻易放过怒斥元罪 依旧继续 如此持续了半天 看到怒斥元罪的灵魂 变得脆弱 陈长安才停手 可以好好配合了 陈长安一脸冷漠问道 可以 必须可以 怒斥元罪说话 都是颤颤巍巍的 他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想要不再经受折磨 只能妥协了 他很清楚 被折磨有多无奈 若是陈长安 用出他当初的折磨人的那些手段 随便折磨几千几万年 他将会无比绝望 陈长安这才开始 套问那些元罪的情况 首先是问那些元罪的特殊之处 怒斥元罪一一回答 把自己知道的都合盘拖出 随后 陈长安问询这些元罪会的神通 当听到有元罪会推演神通后 他眼眸半眯了起来 这神通有点牛逼了 最后 他才开始在怒斥元罪这里 学习神通 让怒斥元罪一五一时 将自己对神通的理解说出来 若是被他发现有一句隐瞒 直接大行伺候 怒斥元罪很听话地答应了 而陈长安也第一时间使用洞悉未来 很快 他眼神冷裂了下来 想故意说些错误的领悟出来 让我修炼出错 最好把我修炼死世吧 很抱歉地告诉你 我出事了 还有你的仇人来折磨你呢 好了 先奖励你一天一夜的折磨 陈长安说完就干 继续折磨 怒斥元罪又痛苦地咆哮了起来 他很震撼 为何陈长安还没开始 就知道了他的想法 一天一夜过去 怒斥元罪见陈长安终于停了下来 慌忙道 我错了 我绝对不会再犯错了 一天一夜的折磨 让他感受到了绝望 知道现在最大的恩赐 就是完全死亡 死了就不会再被折磨了 这一刻 他与自己多年来折磨的人 拥有了共同的愿望 死 他想死啊 陈长安这才继续让怒斥元罪 讲解神通领悟 第一种神通 玄天剑 玄天剑神通 主要是对着人物施展 随后天地灵气 会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汇聚成剑 将于敌人头上 发动出极其精准的轰击 即使是敌人想躲闪 此剑也会将其限制地死死 这一神通 堪称百分百命中 上次陈长安和怒斥元罪战斗 破解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让施展者结束施展 而陈长安若是学会了此神通 攻击手段又会变强 他的攻击神通 似乎都可以一同施展 量再强的人 也不能接住他这么多攻击神通 所以 等他学会了此神通 将会神挡杀神 陈长安施展出洞悉未来神通 随后在怒斥元罪的讲解下 只是用了半个时辰 就将此神通学完了 行了 让你休息半天 陈长安学完了此神通后 后面的神通不急着学 等洞悉未来神通冷却刷新一下再说 怒斥元罪见陈长安学了一下就不学了 愣了一下 玄机心里复匪了起来 陈长安让他讲解神通领悟的时候 他还以为陈长安可以做到 凭敌人的领悟 就能修习成功一门神通 毕竟陈长安已经如此神奇 有这种手段也是有可能的 但现在 看到陈长安只用了半个时辰不到的时间 便让他停了下来 他觉得心里好受了一些 至少陈长安没有这种能力 然而 也就过去了不到半天的时间 开始讲下一种神通 陈长安嘴角翘起催促道 第169章 九种神通 下一个要讲的神通名为顿空诀 是可以让人引入虚空 散出强光加强防御 达到强大的防御能力的神通 防御神通本就不多 修习防御神通 比之攻击神通要难上很多 当初怒斥元罪 修习此神通 一共用了30天左右 在他想来 再强的人 也不可能只用10天之内修习成功 而他也认定 陈长安不可能通过别人的领悟与讲解 修习成功这门神通 所以他直接放开了讲 当然这般也是 他不想继续被折磨了 只是这次依旧和上次一样 陈长安仅让他讲了半个时辰 突然就叫停了他 好了 陈长安已经修习成功 现在又多了两种神通 听说 你可以看到因果 和神通有关 陈长安最在意的还是这是 这或许和神通有关 怒斥元罪道 此神通和我的圣体有关 只有拥有因果圣体 才能修习成功 因果圣体 陈长安可不管自己有没有这种圣体 等了半天时间后 确定自己可以再次施展 洞悉未来神通后 直接让怒斥元罪讲解最后一种神通 这神通名为因果交互神通 是最顶尖的神通 因果神通的细分神通之一 但即使如此 也极难修习 怒斥元罪拥有因果圣体 也是用了几十年才修习成功 既然陈长安要他讲解 他果断讲解 反正他肯定陈长安百分百修习不了 就连前面两种神通都修习不成功 还想修习成功因果交互神通 简直异想天开 陈长安果断施展出洞悉未来神通 他眼眸闪过一道亮光 神情也变得激动了起来 这神通 很不错呀 几乎能够媲美洞悉未来神通 和斡旋造化神通了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因果交互神通进阶后的因果神通 比他这两种神通要强一些 毕竟一个低阶的因果交互神通 就差不多媲美这两种神通了 更强的因果神通肯定强一些 这怒斥元罪也是厉害 居然拥有因果圣体 然后还得到了如此机缘 休息成功了这等神通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 陈长安依旧只用了半个时辰 便将神通研究明白了 果然先学会洞悉未来神通后 就跟开了挂一样 当然 随着休息神通越来越多 他发现自己休息其他神通的效率 也高了一些 现在 他一共拥有了九种神通 分别是 斡旋造化神通 洞悉未来神通 因果交互神通 秀丽乾坤神通 正空沙神通 翻天印神通 擎天守神通 玄天剑神通 顿空绝神通 嘿 九种神通 就问神剑那些原罪 有谁能够单独吃他一顿攻击 就是 自己现在也上不了神剑 要是能够上神剑 肯定多学一些神通 得学多少神通 才能一打九 怒吃原罪一人 就会三种神通 若是其他原罪也是如此 那他们加起来 也就有接近三十种神通 他得休息够三十种神通 才够大 就是他现在想上去休息神通也难 突然 陈长安想到了什么 手掌一翻下 一条手臂粗的红线 从他手心处延伸而出 这就是他的因果绳 他可以和别人的因果交互在一起 达到监控别人因果的作用 甚至还可以在对方允许的情况下 或者自己比对方实力强 很多的情况下 占据对方的身体一段时间 现在 他们都在仙界 他控制谁的身体都没用 但 一中横在神界 而和别人的因果交互在一起 有两种办法 一是直接面对面 通过神通去交互 二是利用对方的精血 去交互 只是利用对方的精血 远程交互需要对方放弃抵抗 他们现在和一中横交流不了 一中横发现身体有特殊变化 肯定会去抵抗 好像可以在交互的时候 发出一道很短的信息 陈长安仔细研究了一会 现在他要的是一中横的精血 也不知道顾繁星那里有没有 一般情况下 师尊都会给徒弟制作命牌 在徒弟突然死亡的时候 命牌就会碎裂 以此达到监控徒弟安全的目的 而命牌 就是要用徒弟的精血来制作 所以 顾繁星拥有一中横精血的代率很大 陈长安看向怒斥原罪 决定先将怒斥原罪藏起来 别被顾繁星知道后 直接将怒斥原罪完全杀灭 怒斥原罪此刻已经完全猛逼了 他原本还想着 陈长安浪费了时间 让他讲解了三种神通 而暗自发泄不爽 但当他看到陈长安 手心出现了熟悉的红绳的时候 他直接怀疑起人生了 若是他还有身体 此刻必定是脑子瘟鸣不停 他居然学会了 为什么 他修习这种神通的时候 因为有圣体的缘故 都用了三十年左右时间 休息成功 没有这种圣体的人 天赋再强 也可能要用五十多年时间 休息成功 而现在 陈长安明明只是听他讲了半个时辰 甚至还没到半个时辰 陈长安便让他闭嘴了 这种神通 还是他的三种神通中 最强也是最难休息的神通 那另外两种神通 陈长安岂不是也休息成功了 那两种神通 也是在他讲到半个时辰不到的时候 陈长安就让他闭嘴了 这陈长安究竟是何方神上 怒斥原罪最终被陈长安藏匿于虚空之中 很快 顾繁星出现 你要中横的精血做什么 顾繁星出现之后 将一块命牌拿了出来 他收了一中横他们为徒弟后 都为他们做了一个命牌 时刻观测他们的生命 这是作为师尊的责任 陈长安见顾繁星还真有 也没说明用意 只是笑道 你帮我大忙了 拿来 顾繁星完全信任陈长安 直接将命牌交给了陈长安 陈长安拿过命牌后 捏碎了命牌 只有鱼眼大小的深红色血珠 被陈长安控制着 漂浮在空中 陈长安施展出因果交互神通 手心处的红绳中间 飘出了一条细小的红线 随后精准穿在了那颗血珠中间 顾繁星看到这一幕 惊呼道 因果交互神通 这不是怒斥原罪才会的神通吗 陈长安没有理会顾繁星 闭上了眼睛 只觉得自己的感知 跨越了无限的距离 来到了一处空间里面 在这里 他看到了一中恒的身形 随后赶紧传达自己的念头 只是这个念头很短 短到他才说了三个字 就被迫停下了 他说的是 别抵抗 神界 九十九层藏书阁中 一中恒前一刻还在看书 下一刻只觉得浑身燥热了起来 同时还有一股 来自其他地方的不对劲的控制 要落在他身上 他本能地想要去抵抗 但下一刻 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他脑海里响起 别抵抗 一中恒证然了一下 这道声音 是他们宗主陈长安的声音 陈英片刻 一中恒皱起了眉头 选择放弃抵抗 他对陈长安的信任 等同于对师尊顾繁星的信任一样了 第170章 怒吃原罪被诊无语了 宗主殿中 陈长安很快确定了 一中恒没有抵抗 对此有些许意外 随后快速将神通施展完毕 不足十七时间 陈长安已经将一中恒的因果 交互在了一起 可以了 陈长安眉头一挑 快速施展出神通的另一个作用 控制一中恒身体 他闭上了眼眸 眼前昏暗片刻 一缕光线带领着他的目光 前往一处地方 睁开眼睛之际 所见到的环境已是变了 并且他还发现身体有了变化 身体没那么好使了 受限特别严重 就像是年轻的身体 一夜间苍老了一般 藏书塔 一中恒的身体 可以了 陈长安嘴角翘起 看着双手 忽然 他面前砰的一下 虚空之中腾出了一人 正是藏书塔气凌薛灵 咦 薛灵轻移了一声 随后意识到了什么 道 你是谁 陈长安道 陈长安 上了一百层那人 这是因果交互神通 你果然不凡 气凌一眼便看出了 陈长安用出了什么神通 陈长安点头 然后发现自己控制 一中恒的时间有限 一次只能控制 大概一个时辰左右 他去到那些藏有神通的地方 找到神通 并且休息神通 一套流程下来 没有半天时间搞不定 这一个时辰的时间 根本不够用 陈长安看着前方虚空 散出灵气 刻画字体在虚空之中 将仙界此刻的情况 和他用出神通的具体事项 写了出来 随后看向了气凌 道 等会帮我告诉他大致情况 说完 陈长安也不等气凌答应 便闭上了眼睛 下一刻 一中恒睁开了眼眸 有些意外地 看着前方的虚空 宗主 因果交互神通 仙界被困住了 一中恒神情突然严肃 眉头也越皱越深 气凌薛灵儿见一中恒 瞬间懂了全部情况 也就没什么说了 看来一中恒 已经在书籍之中了解过 这因果交互神通 前辈 我已经把此处的书籍看完了 让我出去吧 一中恒得知了 先界此刻的情况后 觉得自己不能继续 在此看书了 而看着薛灵儿的时候 他眼中依旧有着异样的光芒 这是喜欢一个人的光芒 一中恒也终于明白 原来喜欢一个人 是这种感觉 行 你气运差点 也不能去到一百层休息神通 那永别了薛灵儿道 这段时间 随着一中恒来到的楼层越高 书越少的缘故 一中恒很快看完书籍 便找他聊天 当然也是聊一些学识上的话题 而多日的聊天下 两人也熟络了下来 他也发现 一中恒不仅仅学识高 还是一个挺有趣的人 他成为这里的七零后 就很少和一个人 聊这么久的天了 一中恒是唯一一个 老实说 现在一中恒不能继续来这里了 他是有些许不舍的 之后就没人和他聊天了 他也终将要承受 那永远停不下来的孤独 然而就在他想到这里时 一中恒却突然道 我有空就会回来找你的 随后笑道 你又进不来了 前辈可以出去吗 一中恒问道 这话让薛灵神情变得不一样了 不能的 薛灵容颜黯然了下来 一中恒则道 那我会偶尔来塔外看你 虽然我不能看到你 但你能看到我吗 薛灵 能 那就好 一中恒露出了一抹笑容 苍老的容貌下 居然有一抹少年气 他拱手道 前辈 我先行到辞了 薛灵站在原地好一会才点头 随后让一中恒离开了藏书塔 直到一中恒走了好一会 他才回过神来 这是 什么感觉 一中恒离开藏书塔后 开始暗自打听千元州那边的情况 得知千元州已经被那些原罪控制 外州之人不能进入州内 而州内之人不得离开后 他知道宗门和仙界 即将要经历一场巨大的劫难了 上一个敢如此硬刚十大原罪的势力 名为平天阁 然而平天阁 还是在十大原罪的围攻下 成为了神界的遗憾 一中恒在客栈中打坐 等待陈长安指示 而他也布置了一个录影阵法 陈长安控制他身体后 做的何说的 他都能重看一遍 仙界中 陈长安在知走顾繁星后 又将怒吃原罪放了出来 有没有办法 让我控制别人身体的时间变久一些 一个时辰太短了 陈长安问道 有 多一个时辰 就要陷击一万人的惊险 怒吃原罪也不敢隐瞒 生怕陈长安继续折磨他 而说完这话的时候 他盯着陈长安的脸庞 想看看陈长安是否和他是一样的人 平天阁当初的宗旨听起来很正直 若是陈长安为了目的而牺牲一万人 那陈长安便和他们没有两样了 就别装什么好人了 他很快发现陈长安一脸平静 嘴角还勾起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看到这一幕 怒吃原罪暗自赋斐 和我等一样的人 装什么好人 是的 他已经想象到 陈长安要杀一万人来索取精血了 然而下一刻 他就看到了陈长安左手一番下 一块精血出现在陈长安手心处 这是陈长安在怒吃原罪死后收集来的 你的精血可以延长多少时间 陈长安打去问道 怒吃原罪 他很想骂人 但不敢 半天时间 怒吃原罪无语宁噎道 陈长安笑道 你还挺有用 半天时间够了 但只能用一次 之后精血就会耗尽 怒吃原罪提醒陈长安 同时也钉死陈长安的脸庞 他已经说得很明显了 他的精血只能用半天时间 用完之后 陈长安还得去想方设法 弄来别人的精血 所以陈长安还是得杀很多人 他很快又看到了陈长安的表情 十分平静 果然不是好人 人命在他们这些强者眼里 根本就不是东西 只是打脸的瞬间 还是来得很快 只见陈长安看着手心 随后一阵光芒过后 陈长安手心处 出现了十分之一块精血 一次是十分之一 也还好吧 十次就够了 陈长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了怒吃原罪 道 这次你很配合 今日就不折磨你了 下次继续保持 怒吃原罪 已经呆滞住了 这是什么神通 莫不是 传言中的斡旋造化神通 居然能凭空创造出他的精血 这一刻 他眼中的陈长安 变得更加诡异了 若是任由陈长安继续生存下去 其他原罪也得死 不对 他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担心其他原罪做什么 而且都怨他们 大家一起死算了 至少还有人陪他 念及此 怒吃原罪看着陈长安 道 我想提醒你一句 你们先见 可能要毁灭了 而你们若是没想到出路 可能会全死 第171章 死亡威胁 听到此话 陈长安目光凝视着怒吃原罪 饶有兴趣道 你似乎对此事有什么见解 详细说说 怒吃原罪直言道 他们已经封印了仙剑 你们想离开此剑 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全力击毁仙剑 逃出去 但在仙剑崩毁的时候 你们不仅仅要面临 仙剑崩毁的冲击 天道还会降下惩罚 你会受很重的伤 并且 你逃出去后 还会面临他们的追击 二是什么都不做 等他们想到法子 弄死你 当然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他们不会想太久 最终可能会选择摧毁此剑 届时 他们会受到天道的惩罚 但也就实力受限一些 而你们遭遇仙剑崩毁的冲击 不死也得重伤 那冲击威力 换作是全盛时期的我 都只有死亡一个结果 再者 他们可能会提前布置阵法 九人联合各种手段攻击你们 你们实死无生 陈长安见怒吃原罪 分析的头头是道 也没有说话 直到确定怒吃原罪不说了 他才道 你是否有什么好的法子提醒我 让我弄死他们 陈长安自然不会完全相信怒吃原罪 其他原罪都没赶下先界 唯独怒吃原罪赶下来 说明这家伙 脑子比不上其他九个原罪 怒吃原罪道 自然有 但若是你觉得满意 我也不奢求你放我离开 至少答应我 往后不再折磨我 可行 陈长安笑道 好 你说 他原本就想着 榨干了怒吃原罪的价值 就直接斩杀了 此刻 怒吃原罪见陈长安同意 认真道 其实这两个方法对你来说都不好 你还有一条捷径 那就是成为原罪之一 以你的实力 他们自然认可你 等他们放松警惕之时 你便可以杀他们一个猝不及防 陈长安听完后有些无语了 但还是耐着性子问道 那我具体该怎么让他们答应我 成为原罪之一 杀光平天阁的人 我知道你不是平天阁之人 怒吃原罪认真道 此话一过 整个大殿都安静了下来 陈长安想笑 这家伙当他也是大聪明吗 怒吃原罪确定 陈长安不是平天阁的余孽 如果平天阁当初就有如此人物在 他们这些原罪根本灭不掉平天阁 陈长安自保的方法 也只有这么一个 杀光了平天阁的余孽 答应成为原罪之一 与他们同流合污 以他对致吃原罪他们的了解 应该是不会为此去毁灭仙界 接受天道的惩罚 你还真是大聪明 陈长安笑了 他乃能不知怒吃原罪想什么 此举纯靠赌 赌对了 他以后有机会灭掉其他原罪 赌错了 他杀光了自己人 最后还可能被那些原罪围攻致死 不过 从怒吃原罪杀来先见 也可以看着 这家伙为何能提出这种建议 当然 也有可能是怒吃原罪 想算计他 你还是得继续接受折磨 陈长安冷漠道 怒吃原罪愣了 随后一团火焰出现在他面前 他再次痛得嚎叫了起来 不久后 灵涛回来了 研究阵法好些时间的他 愣是没有发现 那封印仙界阵法的破绽 宗主 我暂时无能为力 恐怕需要研究几百年才行 灵涛苦笑不迭 他可以看出 不知那封印阵法之人的强大 绝对是阵法一道中 最恐怖的存在了 凡复的阵法手法 恐怕是他花费几百年 才能达到的高度 陈长安听到这消息后 沉默了一会 随后便让灵涛去忙了 他一人坐在大殿之中 仔细想着对策 他也不清楚 神界那些原罪会多久做出决策 若是神界那些原罪 慢慢想其他方法 想个几十年 他也乐意等着 但这些原罪果断一些 某日就决定毁灭仙界 他们没有做好准备 就得遭殃 很被动 破局之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休息到特殊的神通 陈长安也是刚从怒斥原罪那里知道 仙界崩毁会有多恐怖的冲击威力 他以前还想着 仙界崩毁了 以他强大的实力 应该能扛得住 而怒斥原罪全盛时期都得死亡 这对于也只会一种防御神通的他来说 应该也是致命的 即使不致命 恐怕也是沉重不已 急迫感开始积压在他心里 陈长安传言给顾繁星 觉得有必要开始准备了 现在他们的局势很被动 谁也拿捏不准那些原罪 决定哪天会动手 顾繁星来到大殿 听完陈长安的话后 开始着手去准备了 他努力扩展容纳范围的混空珠 终于派上用场了 现在 他那混空珠足以容纳仙界所有人 不到半个时辰 清云宗对外宣布 仙界即将崩毁的消息 一时间仙界震荡不休 而清云宗也给出了解决方法 所有不想在此劫中死去之人 有仅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无条件相信清云宗 进入清云宗的混空珠里面 等待劫难过去 清云宗先搬入混空珠中 混空珠也悬浮在宗门上空中 等陈长安察觉到仙界有变化 第一时间会带上混空珠 做好应变 而意识到 事情刻不容缓 陈长安也开始进行下一步计划了 休息神通 神界 一中恒盘坐在客栈床上 这时 他感受到了一股控制感 由心脏处出现 他放弃抵抗 闭上了眼眸 不久后 他再次睁开眼 此时已经是陈长安 掌控着一中恒的身体 看到一中恒身上 有一个录制阵法 陈长安也不用刻意 给一中恒留信息了 便行动起来 他每天创造足够的精血 就能控制一中恒的身体半天时间 往后 他要每天利用好这半天时间 去休息神通 陈长安菲利客栈 第一时间来到了秋星所在的居所中 他要找秋星帮忙 以秋星这个神界高级炼丹师的身份 带着他去神界 那几处拥有神通书籍的地方 应该会比他自己一个人探索 会方便很多 前提是 他必须要说服秋星帮他 很快 他来到了秋星的居所前 只是 秋星并没有见过一中恒 所以 他得先让秋星知道 这是他 陈长安在门外等了会儿 等到秋星徒弟出来 而这时候 他已经想到了计策 并且开始施展洞悉未来神通 我们师尊有请 秋星徒弟微笑道 施展完洞悉未来后 陈长安笑点头 再次见到秋星 而秋星一脸疑惑看着他 阁下是 平天阁之人 第172章 平天阁的魅力 秋星听到平天阁三个字 眉头一跳 这三个字在神界可不兴术啊 十大原罪 当初歼灭平天阁主力之后 便开始利用各种手段 找出隐藏在神界的平天阁之人 但凡找到和平天阁有关的人 都会清一色的杀绝 完全不留情面 即使不是平天阁之人 但凡和平天阁有些关联的人 比如经常卖东西 给怕平天阁的人 都在十大原罪的杀法中丧命 那时的神界 几乎换了一轮血 各大势力 强者死了后 新的势力崛起 而他 其实也和平天阁有关联 当初他想加入平天阁 但是因为某些缘故 没有加入成功 然后 没多久 平天阁就被灭了 他算是死里逃生那个 而现在 来了一个人 居然说自己是平天阁之人 这是 假的 当年他想要加入平天阁这时 被发现了 十大原罪派来测试他 秋星与陈长安对视 问道 刚才我没听清楚 阁下说的 可是平天阁 陈长安微微汗手 道 生地丹 可还记得 秋星神情一变 皱起了眉头又问道 阁下是谁 上次那人 我全名陈长安 陈长安此次不再隐瞒姓名 他提前用了洞悉未来神通 发现自己和秋星说 自己是平天阁之人后 秋星接受了 也就是说 他可以大致确定 秋星不会举报他 确定秋星会成为 他短期的伙伴 秋星听到这名字 突然想到了什么 震惊道 等等 你不会就是 那仙界清云宗的宗主吧 陈长安道 你知道的还挺多 秋星皱紧眉头 眼下九大原罪围住了千元周 而那里的情况 还有很多人不知情 但他却是因为 是一名神级高级炼丹师的缘故 和很多人拥有不浅的联系 便接收到了第一手消息 千元周下的仙界的事情 他大致听说了 一个仙界的清云宗 居然得罪死了十大原罪 好像还把怒斥原罪给弄死了 那清云宗的宗主 实力恐怖不已 也是他斩杀了怒斥原罪 而这宗主全名陈长安 秋星连忙拱手道 见过前辈 如果陈长安没有撒谎 那他眼前的陈长安 就是斩杀怒斥原罪的强者了 陈长安微笑道 无需这般 你我本就相识 你还帮过我炼制丹药呢 陈长安清楚 让秋星不出卖他的法子 那就是 让秋星卖了他后 也会死 那些原罪知道秋星帮过他 哪怕秋星举报有功 也应该是讨不到好处 甚至会被暗中处死 秋星听到这里 自然听到了弦外之音 苦笑道 能帮到前辈 是我的荣幸 不知前辈此次到来 又是所谓何事 还有 前辈说自己是平天阁之人 没错 我也是平天阁之人 我也不是本尊前来 只是控制了一个宗门小辈身体 前来找你 陈长安故意淡化一中横 是他看中之人这信息 如此才能完全打消 秋星找九大原罪举报的可能性 前辈厉害 我等也愿意看到这些原罪死绝 老实说 当初我就想过加入平天阁 前辈若是需要我 我定当全力以赴相助 秋星再次听到陈长安的弦外之音 于是来了一次表忠心 这其实也是他内心的想法 当初没有加入成功 这次有机会就加入了 而且 他看平天阁此次的势头 似乎要比上次强太多 刚回归没多久 就已经斩杀了一个原罪 后面兴许真的能够诛杀所有原罪 还神借一个朗朗乾坤 陈长安听到此话 满意点头 道 那正好 我此次前来确实有事让你帮忙 我需要 陈长安将自己的需求说出 让秋星带领一中横 前去拥有神通书籍的各处地方 并且还将自己去过的地方说了出来 秋星听后 道 那前辈你还没去的地方中 幽冥塔 通天塔 神陨遗迹 岁月遗迹都可以随意前往 唯独万古遗迹不好去 那在某位原罪所在的势力中 陈长安觉得 不能放过所有能学到神通的地方 道 你和万古遗迹里的人 有没有联系 我控制的 这去身体前去 不会被发现端倪 秋星道 有的 就是会不会有些冒险了 陈长安道 届时再说 当下我们研究一下 先去哪个地方 此处离前四个地方中哪个最近 秋星道 神韵一计 行 即刻启程 陈长安微笑道 如此敢 秋星迟疑一会后 也果断点头 虽然自己还有一点小事没忙完 但平天阁的事情比较重要 只是 秋星带着赶路 就去这地方 也要整整半天时间 秋星是古神后期修为 还不是鸿蒙神境界 赶路慢也属正常 而陈长安控制易中恒的身体 也只持续半天时间 这赶路时间就浪费这么多了 去到那边也只能先休息一天 这不行 之后他们还得去其他地方呢 每次都因为赶路 而浪费如此多时间 多少令人难受了 陈长安只怪自己 不能前来神界 否则一步就能到达目的地 此刻只能看着秋星 道 你可认识其他鸿蒙神之人 让其中一人过来 带我们赶路吧 我不想浪费时间 他也不清楚 那九大原罪的想法 只不定下一刻就开始攻击仙界 他得尽快休息到保命的神通 秋星听后笑道 巧了 前辈等会 我联系一下 过了大概一炷香时间 秋星联系好了一个欠他恩情的鸿蒙神初七强者 这鸿蒙神初七强者 还和九大原罪 没有任何联系 确保了此次行动的安全 而这恩情 还是最近才有的 因为对方来找他 讨要了一粒有助于突破的丹药 然后凭借此丹药 突破到了鸿蒙神境界 大概半个时辰过去 一个人出现在了秋星居所前 来人是一个中年模样的强者 穿着一袭白衣 陈长安看到来人 表情变得古怪 此人不正是他在和善宗见到的刘一勉吗 其儿子刘一川 还被通神塔评为传奇的前程等级 只是 这刘一勉不是古神巅峰实力吗 而且是这辈子都不会突破的鸿蒙神境界 怎么才过去没多久 就突破了 刘一勉出现之后 先是客气地和秋星打了一声招呼 随后看向了陈长安 问道 这位是 秋星道 这是我的朋友 刘兄只需要带我们两人 前去我说的那些地方 那单要就算我赠予刘兄的了 刘一勉笑道 那好 没想到这种好事能被他撞见 这些日子还真是运气拉马 陈长安实属好奇 刘一勉为何能突破 便问道 阁下这事刚突破没多久 阁下是拥有什么特殊机缘 才得以突破 文言 刘一勉看向了陈长安 笑道 确实是机缘 我见到了两个强者斗法 突生感悟 才有了突破的奇迹 当然 也靠秋兄那单要 没有那单要 我也不可能如此快突破 陈长安表情怪异 那强者的斗法 不就是 他和怒斥原罪的战斗吗 这还真的巧了 刘一勉的儿子刘一川 不会真的是和他有关系 才有那般前程等级吧 第173章 这位是斩杀怒斥原罪之人 好了 我们启程吧 陈长安不想再浪费时间 问寻道 先去神韵遗迹 大概赶路过久 刘一勉沉思片刻道 应该要两个时辰 我刚突破 对此实力还不太熟悉 两个时辰过去 三人来到了一处天空之城中 这座城市也不算太大 漂浮在苍穹之上 此城建立的原因 正是因为这里离神允遗迹很近 只见城市外面 大概一公里外的虚空 正有一个足球场 大小的黑色虚空漩涡正在转动 犹如一头庞然大雾的血盆大口一般 那正是进入神允遗迹的入口 秋星这时传言给陈长安 道 要不要去见见此城城主 陈长安疑惑问道 进入遗迹里面需要见他 秋星愣了一下 玄机似乎想到了什么 道 我懂了 前辈是不想继续让他 被其他原罪盯上吗 陈长安听后更加疑惑了 在他套问下 才知道了一个他不知道的信息 原来建立这座城市的城主 居然是当初平天阁最为忠实的粉丝 这城主当初在平天阁出现之初 就在闭关之中 一直闭关道平天阁即将被灭的时候 才出关 一听到平天阁 他便想加入平天阁 为神界铲除十大原罪 只是 还没来得及加入 平天阁就被灭了 当时他也被十大原罪追查到 只是 他和那些与平天阁有联系 就被灭掉的势力不一样 原罪们知道这城主想加入平天阁这时 也没有灭掉这城主 原因很简单 这城主和神允遗迹有关 这城主是古往今来 守护神允遗迹的家族的唯一传人 有办法做到 让神允遗迹顿入虚空之中 从此不在现实 如果原罪们想要弄死他 这城主能够做到 死前将神允遗迹关掉 之后 神界就没有人再能从神允遗迹之中 获得机缘了 而十大原罪的势力 都是神界最强的势力 势力中强者辈出 天才无数 大多数天才都需要机缘 才能有望成为鸿蒙神强者 所以 看在神允遗迹的面子上 十大原罪对这城主 是平天阁忠实的拥护者一事 完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这城主 也不算真正加入了平天阁 并且对他们构不成威胁 这城主也是倔脾气 很有个性 知道这些原罪不惹他后 他反而大肆传扬平天阁的事迹 并且高调宣传 自己是平天阁坚定的拥护者 至今依旧如此 原本人们想进入神允遗迹 城主都得收取一些资源 但若是有人肯说一句 平天阁万岁的话语 则可以免去票费 很多散修就这样干 这是传到十大原罪那里也没用 因为十大原罪 知道这家伙脾气古怪的很 要是他们敢动这家伙 这家伙敢直接拉着 神允遗迹一起自毁 陈长安知道这些信息之后 对此人也好奇了起来 但见之前 他还是谨慎问道 确定他不是那些原罪打造出来 勾引平天阁之人出来的吗 秋星直接摇头 不瞒前辈 我跟他说过我曾想加入平天阁一事 我也没有遭遇意外 说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陈长安摸着下巴 安全起见 他还是多施展一次洞悉未来神通 虽然会脑子痛 主要是前面他使用洞悉未来神通后 发生了一些变化 看到的未来也变了 过了会儿 陈长安再次使用完洞悉未来神通 这才看向秋星 道 带路 秋星这才笑了笑 其实他知道 陈长安来自平天阁后 就想带陈长安来见见这位城主 他见过这位城主 并且表明过自己当初也想加入平天阁 陈长安被盗了一座简陋的府邸之前 这完全不像是一个城主该有的府邸 来石路上的府邸 都比这间要好 要不是府邸前挂着的牌匾 写着城主府三个字 任谁都怀疑秋星乱带路了 我当初见到这府邸的时候 很不能理解 对该城主的了解越多后 越能理解了 这时 刘一勉看着眼前的府邸 像是喃喃自语 又像是和陈长安两人说话 秋星笑道 我也一样 陈长安在秋星的带领下 进入府邸 见到了一个行头邋遢的老头子 这老头子拿着酒糊落 一边往自己嘴里灌酒 一边对着账本 看到秋星 他眼眸一亮 站起迎了过来 笑容满面 老弟 好久不见 今日怎会有空前来 带这位来神允一记一趟 顺便来看看老哥 秋星笑道 老哥在忙吗 我们可以等你忙完 再算账 最近收入少了一些 我正找原因呢 不过不急 老者将账本收好 微笑看向了陈长安 陈长安也在盯着这邋遢老者 隔着老远 他就能闻到对方身上的酒味 他听秋星说 这位城主赚的钱都不会自己用 而是借给神界一下品行优且 急需用钱的势力 并且不收利息 人们说他怪 这就是最主要之处 因为在这浑浊的世界里 一个人太纯白了 那就成义类了 刚突破神级没多久 这修为实力 这时候进神允一记 会有一定的危险 邋遢老者 看完陈长安的情况后 提醒道 陈长安微笑道 我有化解危机的能力 多谢阁下提醒了 咦 这语气不像小辈啊 老爹 这是谁家的小辈 邋遢老者笑问道 他单纯是觉得 陈长安有些不一样 换做是其他神级小辈 见到他这个鸿蒙神后期强者 早喊前辈了 秋星先是传音给陈长安 道 前辈 我可否将你的身份 告知张老哥 邋遢老者 名为张德帅 陈长安看过了未来 直接道 可以 闻言 秋星直接给张德帅传音 老哥 这位是平天阁之人 张德帅神情一变 随后转音质疑道 这修为 怎么可能是平天阁之人呢 秋星道 老哥可听闻千元州那边发生的事情 张德帅点头 听说了 听说怒吃原罪死了 秋星道 这位正是诛杀怒吃原罪那位 什么 张德帅眼眸一瞪 脱口出道 第174章 这次一定要加入平天阁 刘一勉听到张德帅这一句惊呼话语 表情变得怪异 他见身前三人突然间不说话了 大概猜到他们应该再互相传音说话 而他成了一个外人 现在看到张德帅这般表情 他不禁好奇 三人谈到话题究竟是什么 鸿蒙神后期强者都如此惊讶 定然是听到了一些难以消化的信息了 张德帅也意识到自己过于反常了 继续闭上嘴巴 传音问询秋星 那他这身体和修为为何这般弱小 而且我听说 他被那九个混蛋困在了仙界里面才对 秋星听后 将自己从陈长安那里了解到的一切合盘托出 将陈长安控制了一个小辈的身体 前来细细道来 张德帅听完后 又见陈长安神情自若 已经确定秋星说的是真的了 阁下快请坐 张德帅在看向陈长安的时候 已然是满脸笑意 仿佛看着什么偶像一般 眼中还有些许星光在闪烁 陈长安微微汗手 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张德帅 若是此人真如秋星说的那般 倒是可以尝试让对方加入自己这方 以后共同对抗九大原罪 几人落座 张德帅目光里都是陈长安 问寻道 阁下此行前来 是想进神允遗迹寻找某样宝物吗 神界这里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神允遗迹的情况 神允遗迹之所以是这个名字 是因为里面就是神级强者的坟墓 万古年间 所有被打入了虚空陨落的神级强者 尸骸都会流落到神允遗迹之中 强者的尸体会化为一团团光团 分布在神允遗迹各处 而有些顶尖强者的尸骸自带有宝物 这些宝物都是他们生平使用的武器等等物品 有些宝物还会在主人死后保护主人的尸骸 这才导致里面危机四伏 要是有人一不小心触碰冒犯到了某位强者的宝物 可能会遭遇此宝物的追击报复 陈长安表明来意 我听说里面有不少神通可以休息 想来找寻神通 张德帅苦笑了起来 道 是有神通的 神允遗迹之中有拥有神通的强者的尸骸 若是运气足够好的话 还是能够碰到的 从而有可能休息到他们生前休息过的神通 但是 概率特别小 还不如去藏书阁这些地方碰运气呢 倒是宝物不少 有机缘的话能找到挺多 我就见过一人从里面找到十件宝物 陈长安不清楚神允遗迹里面的情况 只能详细问询张德帅 张德帅将自己对神允遗迹的认知一股脑说了出来 果然全靠运气 遇不到修有神通强者的尸骸就找不到神通休息 百万尸骸中碰运气 多少有些难了 听完张德帅讲述后 陈长安心里富费 但他还没进去 也没有完全丧失自信 他运气也挺不错的 或许能遇到呢 那带我进去吧 一人一生只能进入一次 陈长安问道 张德帅点头 是的 你可以在里面待很长的时间 但里面也算是危机四伏 待得越久越不好 陈长安清楚了 随后直接让张德帅安排 他要尽快进入里面 邱欣和刘一勉都进入过神允遗迹里面 所以陪伴不了陈长安了 只能陈长安一人进入里面 张德帅三人带着陈长安来到神允遗迹前 此处人很多 在附近停留的人 大多数都在等着小辈或者朋友 从神允遗迹出来 人数高达十万之多 他们看到张德帅三人出现 都安静了下来 张德帅带着陈长安插队 目送陈长安进入神允遗迹之中 这一幕看在人们眼里 引得议论不停 这人是谁 居然让城主亲自送他进入里面 两个鸿蒙神跟着 还有一人看那单袍 好似神级高级炼丹师 不应该啊 如此年纪和修为 居然有这等背景 张德帅等陈长安 完全进入神允遗迹之后 看向了邱欣 传音道 你已经加入了平天阁了吗 若是邱欣加入了 他得让邱欣引荐一下 他这次怎么都得加入了 此次平天阁的势头 比上次要猛太多 刚出现就斩杀了一个原罪 一定可以振奋神界人们的决心 上次平天阁的出现 因为这个组织出现的时间不长 没有引来神界众多强者的关注和帮助 才没有颠覆十大原罪的对神界的统治 经过一次的失败 和多年的名声积累 此次平天阁再次出现 只要一声令下 绝对会万方响应 他张德帅就是其中一方 邱欣传音道 还没有 但此次 我必定加入 两人目光交接在一起 坚定的目光 让对方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等这位出来 我们一起提出加入请求 两人沟通完毕 随后都不约而同 留意免看去 此人可信 张德帅问道 邱欣道 还不是特别可信 不过他也挺不错的 他儿子还在通神塔中 测出了传奇前程等级 我们先好好测试测试此人 若是为人不错 可以一起加入平天阁 可以的 提前辈好好测试此人 留意免被张德帅和邱欣两人看着 总觉得两人有些不对劲 陈长安进入虚空入口之后 眼前的环境变了 由一片黑暗 过渡到了苍茫无边的虚空世界 就像是一片银河星空 他可以看到无数的星光在头顶之上闪耀 那些星光都是强者尸骸 越强的星光代表越强之人的尸骸 只是张德帅说了 这些星光看似很近 其实很远 找着找着就会失去方向 所以几乎全凭运气 陈长安不想靠运气 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他盯着一颗最亮的星辰 开始往那边飞去 很快 他来到了一颗与大象体型一样大小的光球前 这就是神级之人被打入虚空死亡之后 尸骸幻化成了光球 这颗光球并不大 按照张德帅所说 大致对应悬神境界 他若是轻易触碰此光球 可能会触发悬神强度的危险 一中恒的身体刚到原神境界 而我用这身体 哪怕使用神通 也只能发挥出悬神境界的攻击威能 还是不要乱碰叫好 可惜了 用别人的身体用不了天地之力 不然就不用顾忌了 是的 他用一中恒的身体是以施展神通 唯独用不了天地之力 毕竟系统贯注实力到他的本体中 也只有本体才能使用天地之力 还是想看看里面的情况 打破一颗看看吧 陈长安最终还是决定 拿第一颗光球试水 便朝着那光球打出了一道攻击 攻击触碰到光球 下一刻光球破碎 一道寒芒朝着他快速刺来 第175章 特殊的神通 那是一把剑 武器攻来还好 他仅是伸手 手一震 剑到境界散出 那神速而来的剑 疏然停下 还是一把等级不错的剑 陈长安往那光球中心处 看去一具缺了一条手臂的悬神境界 强者尸体静静漂浮着 已然死了 但肉身并没有腐烂 强者的身体只要遭遇攻击伤害不大 灵魂死亡后 肉身也能保持很久 陈长安飞进这尸体 仔细搜寻了一番 把有用的东西都收好 尤其是那把剑 他可以拿回去给宗门的弟子用 大概了解完了这些光球的情况 陈长安继续往自己认定的那颗巨大光球飞去 有天地之力使用的时候 赶路真的快 若是现在能用天地之力 应该能精准找到那颗光球吧 当然 若是能休息到一门移动神通 效率也高一些 陈长安一边赶路一边想着 途中 他也从很多个大小不一的光球旁路过 有卡车大小的 也有两人大小的 他都尝试发动攻击 去击碎这些光球 和他想的一样 所谓的危机 就是里面的武器 或者各种神奇的东西 朝着他发来攻击他 完全可以先离远一些 如此就能免去一部分伤害 当然 他也遇到了一个很离谱的法宝 硬是追着他跑 最终在他使用了翻天印神通后 才将此法宝击毁 而每个光球破碎后 都会有一具尸体出现 几乎都是肉身保持不错 灵魂死亡的尸体 陈长安没有让这些尸体 漂浮在这虚空之海中 拿了他们的东西后 他便将尸体收了起来 回去统一安葬 算是拿了他们的东西后的补偿吧 好感慢感了半天时间 他发现自己看到的方向 居然是假的 空间有扭曲 按照方向去找 根本没有结果 不过奇怪的是 当他决定随便乱走的时候 却来到了那颗 被他认准了的巨大光球前 运气 还是命运的相遇 陈长安乐了起来 此光球 足足有一座巍峨的巨山大小 张德帅说了 这种大小的光球 一般里面都是 鸿蒙神后期强者的尸骸 若是触动了这些光球以下 哪怕只是一下 第一波冲击 就会达到很恐怖的程度 他这原神境界的身体 将会直接毁灭 陈长安不想放弃 他直接使用 洞悉未来神通 看到了未来画面后 他神情突然间变得兴奋了起来 我就说自己运气不错 陈长安喃喃自语 就是还没休息成功这本神通 就要被灭 他仔细沉思了好一会 随后也想到了解决之法 没办法 看到了未来画面 再回头想一下解决办法 一切也就变得简单起来 陈长安快速往远处飞去 确定了大概的距离后 便朝着那巨大的光球 射去了一缕气息攻击 气息攻击触碰到了那颗巨大光球后 光球轰然破碎 随后一股恐怖的气息震荡而出 一直席卷到了陈长安身前一丈前 是的 就在他一丈前就停下了 距离被陈长安精准拿捏 这气息震荡至少鸿蒙神级强度 一中横的身体被碰一下就会蒸发 等了一会 这鸿蒙神级别的气息震荡消失之后 陈长安才往前方看去 一具鸿蒙神后期气息的强者尸体 漂浮在空中 没有缺胳膊少腿 很完整的身体 但也受伤了 面色苍白 应该是灵魂被阵亡了 那头顶的光团 应该就是神通领悟了 陈长安目光盯着那尸体头上 漂浮着像是一本书形状的光团 在这神韵遗迹之中 死去的尸骸会在岁月的沉淀下 尸骸生前休息的神通 会幻化成一本书籍 这是神通自我延续的手段 具体原理没人懂 有人说是天地归则使然 也有人说是天道的手笔 众说纷纭 陈长安没有靠近过去 因为他看到的未来 就是自己看到神通之后 直接靠近过去 然后被一道偷袭的攻击杀死 这是这具尸骸死后的武器的攻击 鸿蒙神后期强者的武器可不简单 已经拥有灵性 威力有鸿蒙神初期强度 该如何破解 他靠近就会被偷袭 不靠近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陈长安早已想到了方法 就是他也不清楚行不行得通 他看着手心施展出因果 交互神通 下一刻 他看到自己此刻的手心处 冒出了一根筷子大小的红绳 没办法 天地之力使用不到 且隔着一具身体去施展这神通 也就只能这个大小了 随后 他将不久前收好的一具悬神尸体拿出 这尸体里面还有精血 在他的一番操作下 他控制住了这具尸体 他现在控制着一中恒的身体 然后又用一中恒的身体去控制着尸体 最终能控制这具尸体的时间 只有不到一炷香时间 并且 能做到动作 也只能是让这尸体飞一下而已 但是 足够了 陈长安控制着这尸体 去靠近那鸿蒙神后期强者尸体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他控制尸体突然加快速度 一把触碰到了那一本光影书籍之中 在这尸体的手掌触碰到那光影书籍之后 一道消息挥入了他的脑海里面 同一时间 一道强大的光芒 在他控制的这尸体眼中一闪而过 咔嚓 被他控制的尸体的脑袋被一分为二 随后还被一把红剑 顷刻间切成了无数碎块 青云宗宗主殿内 控制着一中恒身体的陈长安 只觉得脑子恍惚了一下 随后赶紧控制着一中恒的身体 往后保持更远的距离 确定了那把红剑 不会飞来这么远的地方 攻击一中恒身体 他才停了下来 而此刻他的脑海里面 已经拥有了那本神通的一部分 休息记忆 嘿 开始休息 陈长安狠狠在心里夸赞了自己 脑子聪明一番 随后等时间到了 再次施展洞悉未来 加快神通休息 此神通名为瞬息移动 同一个介域之中 记住某人的气息 施展神通查找到某人的气息 就能瞬间移动到对方面前 也就是说 当他亲身去记住某位原罪的气息之后 某天他等着原罪脱掉了 可以突然出现在这位原罪面前 发动偷袭 第176章 量身定造 这神通简直是为他量身定造的呀 他每次赶路都得找人带路 有了这神通 赶路快不说 还定位特别精准 完美 陈长安激动了起来 开始认真休息 不出意外的话 这神通 他也要休息半个时辰左右 这神隐一记 没有时间限制 慢慢休息便行 陈长安沉浸在休息神通之中 而神隐一记外面 张德帅和邱星两人 见陈长安一时半会不会出来 便带着刘一勉 回到了破旧的城主府中 两人已经传音商量好了 先试探这刘一勉的人品 再看看刘一勉 对于平天阁的观感如何 最后再看看 刘一勉有没有异象 和他们一起加入平天阁 此刻三人坐在一张茶桌前 张德帅拿出了最好的茶叶 给邱星和刘一勉两人 泡了一杯茶水蒸汽 从茶杯中鸟鸟生起 突然邱星整张脸都谄媚了起来 朝着张德帅几眉弄脸道 张老哥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娇媚的娘们 你有关系如此之好 过几日我把她送完 张德帅听后 也一脸猥琐起来 摩擦着手掌道 那最好不过了 要不一起 如此更加热闹有趣一些 邱星笑道 那最好不过了 刘一勉刚拿起茶杯 清抿了一口茶水 原本想好好品尝一下茶水 突见此目 忍不住将茶水喷了出来 他呆滞地看着眼前两人 这是他能听到的话吗 你们玩得这么话 我做梦都不敢如此啊 邱星两人突然看向刘一勉 邱星又露出了谄媚的笑容 道 刘兄 要不一起 是啊 如此才有趣啊 张德帅附和道 刘一勉连忙摆手 连头也忍不住摇晃了起来 道 不了 不了 我 我不喜欢女人 此话一过 四周静了下来 随后 邱星和张德帅笑了笑 把这话题岔开 继续下一个品行测试 嘿嘿 最近有一人惹了我 老哥 你曾经答应过我 会无条件帮我 你能否帮我去灭了他全家 邱星看着张德帅 突然脸色严肃请求道 好说 敢惹老弟你 我势必诛杀他全家 张德帅看向刘一勉 道 刘兄 我们三人一起前去 刘一勉甘大一笑 我插手不好吧 也没杀过什么人 你们自己去吧 我势单力薄 还有一个修为弱短儿子 要照顾 此事我就不好参合 张德帅和邱星 连续不断去测试 最后 刘一勉看不下去了 嘴角抽动地看着两人 两位老哥 有话直说好吗 你们这是 在测试我的品行 邱星和张德帅对视了一眼 心想着 还是被发现了 是他们演得太过了 好吧 刘兄 你的品行很不错 邱星盯着刘一勉 赞了一声后 话音一转问道 刘兄 你对平天阁有什么看法 刘一勉看了眼两人 心想着 怎么突然间 问起平天阁了 莫非是因为张德帅 据他了解 张德帅可是平天阁的 忠实拥护者 每一位都值得敬佩 刘一勉开始了夸诵 将平天阁夸了一遍 其实神界九成的人 都喜欢平天阁 毕竟平天阁为了神界 而奋起反抗 只要不是十大原罪势力中人 没人会说平天阁一句坏话 现在张德帅在这里 为了和这等强者 拥有不错的关系 他也就放开了奖了 不满两位 我之所以突破 其实和那位斩杀了 怒斥原罪的强者有关 我当日见到他后 就觉得他很是不凡 相见恨晚 没想到他转眼 才得以突破到鸿蒙神境界 如果我没猜错 他应该来自于平天阁 若是平天阁真的还存在 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要加入他们 因为我确信 这次平天阁再次崛起后 定能颠覆十大原罪 对神界的统治 刘一勉越说越得劲 还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听到这里 邱星和张德帅 两人眼眸闪亮 已经完全确定 刘一勉和他们是 同道中人了 我们三人果然是同道中人 张德帅笑道 邱星也满意地 拍着刘一勉的肩膀 道 同道中人 同道中人 呃 你们不会 还想那样玩吧 三个人同道 神韵遗迹中 陈长安终于将 瞬息移动神通修习成功 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尝试施展 这神通主要是位移神通 不仅仅只能靠 别人的气息去移动 单纯赶路移动 也是可以的 咋说呢 简直为了我在神韵遗迹中 找寻神通量身定造的呀 陈长安乐呵了起来 这神通还可以凭借 眼力所急去移动 比如他现在看到 只要盯着这光球 不管中间有多么曲折难走 多么遥远 只要能看到 就能施展神通眨眼间到达 他四周观看 随后找到了一颗 应该也是裹着鸿蒙神后期 抢着海骨的光球 瞬息移动 神通施展出来后 陈长安身形请客间 在原地消失 完全省去了 踏入虚空这个步骤 踏入虚空的步骤 本就需要时间 尽管是他那能够 调动天地之力的本体 进入虚空移动 也要一秒的时间 而现在施展 瞬息移动神通 完全可以做到瞬移 只需0.000秒 陈长安面前一恍惚 便已到了第二颗 巨大的光球前 还得等 洞悉未来神通时间过去 他安静等候起来 半天过去 他再次使用出 洞悉未来神通 只是这次 他并没有在 未来的画面中 看到那尸体 头顶有神通 而且 里面还有一把 很强大的武器 保护着尸体 于是 他只能找寻下一颗光球 就这样 他默默施展 瞬息移动神通 一边熟悉神通下一边寻找拥有神通的光球 只是 又找了两颗 他还是没有收获 而此时 离他进入神陨遗迹 也有接近三天了 没办法 施展洞悉未来神通 需要等太久 不等的话 脑子又痛得难受 痛一积累多了 脑子都有可能会爆 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 再找两天 要是还没有找到其他神通 就只能去另外一处 拥有神通的地方了 或许下一个遗迹 或者下一个塔 能更好地找到神通 他不能浪费太多时间 谁知道那些原罪 什么时候准备毁灭仙剑呢 念及此后 陈长安准备再去最后一颗光球那边 若是还没有找到神通 就出去了 四周观看了一下 他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光球 瞬息移动神通施展过后 他站在这颗光球前等了半天后 他施展起洞悉未来神通 随后 他也猛猛地一亮 这神通 是不是牛批过头了 第177章 戒尸还魂 此神通名为戒尸还魂神通 施展神通之后 可以让尸体暂时为己所用 陈长安扫了眼四周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 因为牛批二字 已经充斥满了他的脑壳 这里的尸体不要太多 难以估量的数量 鸿蒙神境界的尸体 虽然不是很多 但保守估计也有几百 若是全被他带出去 再施展戒尸还魂神通 就能控制几百个鸿蒙神境界之人 一起陪同他战斗 尸体可比人好啊 尸体不怕痛不怕死 陈长安咽了咽口水 决定浪费时间 也要将这些尸体给搬走 而且搬走期间 他还有可能找到其他神通 一举两得 陈长安努力休息 戒尸还魂神通 过去了一个时辰后 他停了下来 已经休息完毕 以他现在的修为情况 也就只能控制五十具尸体 这些尸体等级没有要求 鸿蒙神境界也都能控制 随着他的修为提升 控制的尸体数量也会增多 陈长安回到第一具 鸿蒙神后期尸体之前 那把红剑 还在这鸿蒙神后期尸体附近游荡 像是在保护他的生前主人 嘿 不知不觉间先前的麻烦都解决了 先前我需要先使用洞悉未来神通 看看有没有危险 才能击破这些巨大光球 然后收取这些尸体时 还要应对其他危险 而现在 有了这神通后 我就能控制这些尸体 去帮我找神通 陈长安眼眸闪烁着红光 随后抬头往那红剑看去 他得先收了此剑再收尸体 他开始使用神通 攻击神通连番轰炸 翻天印 擎天手 镇空杀等等神通 被他流畅不已的使用 一招接着一招轰炸 最后 在此剑被轰的恍惚之际 他使用秀里乾坤神通 将红剑收入秀里乾坤空间里面 这才结束了战斗 陈长安将红剑收走之后 兴奋地飞到了 这鸿蒙神后期强者尸体之前 他希望自己想得应验 这神通好使的话 神通控制的尸体 能百分百发挥尸体原来的实力 他就能控制 这鸿蒙神后期尸体 去替他攻击其他光球 有什么危险 也有这鸿蒙神后期尸体扛着 接触到尸体后 他开始在这尸体上 施展神通 需要一些时间 大概一炷香时间 一炷香过后 他已经在这尸体上 连续使用了多次戒石还魂神通 尸体的手脚 已经完全得到控制 行 陈长安施展出最后一步 沉生低喝道 此喝声一过 这尸体默然睁开了眼眸 一双眼睛默然不已 像是没有了灵魂一般 但是 陈长安能够感受得到 他拥有智慧 而这智慧 好像又与他有些关系 我是你的谁 陈长安试探地问出一声 还和这尸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尸体张口道 您是我的主人 您的一切命令 我都会执行 陈长安眼眸中闪过了一道光芒 随后果断带着这尸体 前往下一个巨大的光球之前 瞬息移动到下一个 裹着鸿蒙神强者尸体的光球前 陈长安自己先离得远远的 随后才下令道 去攻击这光球 里面若有什么威胁 你击碎威胁之后再停手 尸体点了点头 随后按照陈长安的指挥去做事 并且做事的时候 甚至有些不一样之处 那就是会略微有些小心 只见他先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后 发动出攻击 击破那光球 之后再飞进目标 发现武器攻来 才动用鸿蒙神后期实力 化解危机 这不就是他先前做过的事情吗 他这戒尸还魂后的尸体 似乎和他有很大的关系 这次的巨大光球裹着的尸体实力 是鸿蒙神中气 所以在这鸿蒙神后期尸体的帮助下 陈长安轻易收取了此尸体 又是一番戒尸还魂神通施展下 他再次控制了一具尸体 看着两具鸿蒙神境界尸体 他无比满意 继续 有了这两具尸体 在一旁保驾护航 他就不用小心翼翼了 他盯着那些巨大的光球 施展出瞬息移动神通 带着两具尸体 开始四处攻击 像是山贼静村一般 遇到底裤都拿走 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他已经收取了 一百具鸿蒙神境界的尸体 可惜的是 这收取的一百具鸿蒙神境界的尸体 都没有发现神通 运气用光了吗 陈长安不信邪了 继续收取尸体 如此过去了一天时间 他几乎将这里的鸿蒙神境界尸体收完了 各种宝物更是收了一堆 鸿蒙神后期尸体一共有一百具 剩余的鸿蒙神前中期尸体有四百具 也就是说 等他实力再提升一些 就能控制五百具鸿蒙神境界的尸体 巨大的光球都没了 那是否意味着 神通也没了 不对不对 不一定只有鸿蒙神尸体 才有神通 比如 我现在的修为是刚踏入神级 死了后来到这神允遗迹之中 应该也是有神通的 所以 我想继续找到神通 可能要把其余的光球 都接出一个遍 陈长安扫了一眼无边际的星河 看着那难以估量数量的大小不一的光球 咽了咽口水 再花半天时间试试 陈长安现在能够控制五十具尸体 便直接控制起五十具鸿蒙神后期尸体 在这无边星河之中 开始胡乱攻击漂浮着的光球 半天悄然过 这半天里 神允遗迹里面安静不已 因为鸿蒙神后七强者 在神允遗迹里面胡乱攻击 吓跑了所有进入里面的人 而陈长安收获了很多宝物 拿出去变卖 绝对能大赚一笔 只是他不缺钱 倒是可以拿这些宝物 武装一下宗门弟子们 算了 在这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去其他地方找神通呢 陈长安又施展了一遍 洞悉未来神通 见自己后面找了很久 也没找到神通的画面 便懒得继续在这里耗时间了 出去吧 陈长安看了眼身后 整齐站着的五十具鸿蒙神后七尸体 难难道 不能太张扬 引来原罪就不好了 陈长安将这些尸体收好 随后才离开神允遗迹 毕竟进来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 出去的时候 后面站着五十个鸿蒙神后七强者 得多吓人啊 出去的方法很简单 进来的时候 都能领到一个玉牌 想出去 只需要捏碎玉牌就行 他拿出玉牌捏碎 随后眼前一阵变化之后 他便出现在了外面 此刻外面都是人 天空几乎挤不下人了 其中张德帅和秋星三人 就在人群前方 见到陈长安出来 三人快速靠近 张德帅小声问道 阁下在里面 可有看到很多鸿蒙神后七尸体 到处发动攻击 文言 陈长安表情怪异 道 里面情况为百平 回城主府吧 第178章 原罪们的新手段 张德帅很信任陈长安 听到陈长安这话后 面向四周 朗声道 里面已经恢复正常 在人们不解下 他也没有做过多解释 随后带着陈长安他们 回到了城主府里面 秋星很好奇 里面发生了什么 第一时间问道 前辈 你进入里面这些天里 里面发生了什么 为何会突然出现如此情况 张德帅见秋星帮自己问询问题 也就安静盯着陈长安等待回复 他也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里面的情形 陈长安道 和我有关 具体细节 你们不必多问 这些天 神剑那些原罪 可有什么动作 他粗略算了一下 自己在神运遗迹中的时间 应该有五六天时间了 仙剑还没有大问题 神剑就不知道了 说完此话 陈长安便看到了 张德帅三人的脸色 慢慢冷漠了下来 似乎发生了什么 张德帅深吸了一口气 表情凝重道 昨日 那九个混蛋原罪 突然间商量好了什么事情一般 开始在神剑各处 屠杀一些势力 说是诛杀平天阁余孽 其实就是 找此借口杀人 杀完人后 还收走了这些人的精血与灵魂 丘兴摇头叹息 短短一天 就已是死了千万人数 而且此时此刻 还在进行之中 神剑人们 人心惶惶起来了 听到这消息 陈长安神情也跟着凝重了 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平天阁已经死圣 顾繁星一人了 此刻这九大原罪 莫名如此作为 肯定是别有阴谋 不是说毁灭仙剑吗 突然间这般 难道是想到更好的办法 比毁灭仙剑 更有性价比 陈长安觉得 心头的紧迫感 更浓重了一分 看向秋星和刘一勉两人 道 你们带着我这小辈 前去下一个拥有神通的地方 他得收回控制 和顾繁星商量商量此事 张德帅这时快速道 阁下等会 我有一个请求 陈长安看向张德帅 道 你说 张德帅看了眼秋星 随后又看了眼刘一勉 才问陈长安 我可以将阁下的身份 告诉刘兄吗 陈长安扫了眼刘一勉 轻轻点头 张德帅这才道 我想加入平天阁 还望阁下答应 秋星也快速道 我也一样 刘一勉听到这里 咽了咽口水 陈长安居然是平天阁的人 我也一样 刘一勉也快速道 陈长安盯着三人 认真道 你们知道平天阁的敌人是谁 所以 你们还确定加入平天阁 张德帅坚定点头 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 我也一样 秋星 听着两人这般 刘一勉也快速道 我也一样 看着三人目光坚定 陈长安替顾繁星点头 欢迎加入平天阁 三人眼眸大量 随后也感觉到肩膀变得沉重 他们也要肩负起 还神界一个朗朗乾坤的重任了 平天 就是让这片天变的平静平和 这是平天阁建立初衷 而十大原罪 便是让这片天地动荡的重要因素 所以 诛杀十大原罪 是平天阁首要任务 陈长安给三人安排任务后 收回了因果交互神通 他的意识回到了本体 随后第一时间 将怒斥原罪的灵魂放了出来 陈长安将神界九大原罪 此刻正在干的事情说出 玄疾问道 你可知 他们想做什么 陈长安还真不明白 这些原罪在做什么 而身为原罪的怒斥原罪 或许知道些重要信息 怒斥原罪听后迟疑了起来 在想着 要不要告诉陈长安 然而下一刻 他发现陈长安似乎知道他想什么 手上升起了一团火焰 我说 我说 怒斥原罪是怕了 陈长安那火焰 和正常的火焰不一样 灼烧他的灵魂的时候 让他痛得厉害 这种痛苦 他居然完全承受不住 他们应是找到了 免去天道惩罚的办法 原本他们九人毁灭仙界之后 可以平坦惩罚 修为也就大致掉落一些 但现在他们这般行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找到了办法 用这些生灵的精血与灵魂 来免去惩罚 也就是说 他们只要一停止屠杀生灵 就是仙界毁灭之时 怒斥原罪 把自己想到的都说了出来 其实他挺想 仙界毁灭的时刻快速到来 那时候他也就不用 再受此折磨了 陈长安听完后 神情愈加凝重了 原本想着自己 休息到了更强的防御神通 避免到了仙界毁灭后的冲击 在其他原罪受到惩罚的时候 他还能来一个趁人之危 现在这些原罪不受惩罚了 他则还没有休息到 更强的防御神通 时间更加紧迫了 以那些原罪屠杀的速度 肯定比他休息神通的速度快 陈长安皱紧眉头 随后开始尝试 自己的心中所想 他休息到瞬息移动神通的时候 就想过自己 是否可以记住一中恒的气息 然后从仙界施展 瞬息移动神通 前往神界 如此就能规避 仙界崩毁的危险了 不过这神通有说明 只能在同一个界域之中施展 仙界和神界 又好似不是一个界域 他得尝试才知道 他怀着忐忑的心情 闭上了眼睛 施展起瞬息移动神通 只是他找了一遍 就是没有找到一中恒的气息 果然 仙界和神界 就是不同的界域 他之所以 找不到一中恒的气息 是一中恒不在仙界 陈长安摇了摇头 随后转音给顾繁星 让顾繁星前来一趟 得好好和顾繁星 说明一下当下的情形 顾繁星很快出现在宗主殿中 有事 顾繁星一眼看到 陈长安表情过于严肃 陈长安将眼下情形说出 随后认真道 你有没有办法 他是没办法了 能做的 就是努力寻找神通 休息神通 找顾繁星过来 一是让顾繁星 知道自己这方准备面临的危机 二是想看看 顾繁星有没有什么想法 什么好的办法 顾繁星听后 脸色泛白 拳头捏紧 无奈叹气道 我 没有 他才知道自己 和那些原罪的差距有多大 若是没有陈长安 他应该又死了一轮了吧 陈长安见顾繁星 开始变得有些悲观 便安慰道 没事 你继续回去修炼吧 我只要不死 绝对会保护好你们 顾繁星看着陈长安 安静了很久 随后欲言又止 这一刻 他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内心 顾繁星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离开了 而离开之前 他心里做出了决定 只要此次不死 我会变得勇敢一些 第179章 应对之策 陈长安坐在大殿中 仔细想着未来的应对之策 若是这些原罪动手了 他还没有休息到其他防御神通 或者只休息多了一种防御神通 该如何让自己和宗门的人活下来 过了会儿 陈长安已经大致想好了 下一步怎么做 便拿出了刚创造出来的精血 继续控制易中恒的身体 因果交互神通 陈长安闭上眼睛 再次睁开的时候 已经掌控了易中恒的身躯 就在他睁开眼眸之际 就听到了张德帅在低吼 不行 我忍不了了 张老哥 还是等前辈回来 再做决策吧 陈长安睁开眼 便见到秋星死死拉住张德帅 脸色焦急不已 怎么了 陈长安开口问道 易中恒突然用不同的语气说话 让张德帅几人一愣 随后快速聚焦过来 前辈 你回来得正好 你看 秋星快速指着某个方向 他们四人隐藏在一处虚空之中 外面是一个宗门 这个宗门此刻正在面临着大屠杀 只见一圈强者围着此宗门的山门 其内则响起了通天的轰鸣声 血光与刀光剑影布满了天空 惨叫与哀嚎声响彻了天穷陈长安皱起眉头 不用秋星几人说明情况 他都猜到里面发生着什么 一定是某位原罪的势力来此屠杀人了 出动的人还挺多 鸿蒙神后期强者有15人 鸿蒙神初期 中期强者则有50人 剩下的古神强者也很多 除此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级别的强者了 最低的修为便是古神境界 对于一个神界的宗门来说 肯定是毁灭性的打击了 看此刻情形 不出一炷香时间 此宗门全部人即将被杀绝 张德帅焦急道 我们不能继续看着了 既然遇到此等不平事 定要出手帮忙 秋星皱紧眉头道 可是 若是我们出手了 就暴露了我们的行踪了 而且 我们也打不过啊 这才是秋星死活拉着张德帅的原因 那些原罪都拥有特殊的手段 可以通过因果寻找出手之人 他们就在神界之中 找他们很是容易 再者 他们实力也不够 只有一个鸿蒙神后期 哪怕张德帅实力强悍一些 一人可以打这些原罪势力的 鸿蒙神后期三四人 而对方剩下的鸿蒙神后期强者 也还有十多个 剩下的人交给他和刘一勉 简直毫无胜算 张德帅看向陈长安 道 阁下可有什么法子 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他是不怕这些原罪追责起来的 但想了想自己已经加入了平天阁 确实不能再冲动行事了 破坏了平天阁的大事 就不好了 此刻他也只能寄希望于陈长安 看看陈长安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救一人是一人 陈长安知道 九大原罪中有两个原罪 可以推测因果 这就能找人了 他们要是亲自动手 去杀了这些人 只会被这些原罪找到 不过 他正好拥有不亲自动手 就能杀人的手段 等等 似乎想到拖延时间的办法了 陈长安眼神变得灼热了起来 随后看着张德帅三人 道 放心 有我在 自然不许你们动手 张德帅他们出手 只会引来因果的变化 被这些原罪追踪到 听到此话 张德帅三人快速点头 但他们也好奇 陈长安究竟怎么做 才能完美摆平此事 主要是他们都清楚 陈长安本体并没有前来 而是控制了一个小辈的身体 所以 陈长安应该没有这种实力才对 就在他们如此想着时 下一刻 他们便看到了陈长安身后 突然出现了五十个人 这些人的眼神 给人一种木然的感觉 整齐滑衣地站着 身上的修为气息很是吓人 都是鸿蒙神后期境界 看到这一幕 张德帅三人都瞪大了眼睛 脸庞已然变成了表情包 这怎么回事 张德帅舒然想到了什么 眼眸再度睁大了一分 那在神韵一计之中 攻击光球的鸿蒙什么吗 陈长安看着眼前这些尸体 下达命令道 去杀了那些人 此话一过 所有鸿蒙神尸体快速点头 如同军队一般飞出虚空 杀去那方陈长安几人则 继续待在虚空之中 安静看着外面的情况 五十个鸿蒙神尸体 飞到了那处山门天空中 经到了前一刻 还满脸冷漠的万古遗迹 来的鸿蒙神强者们 你们是谁 我们万古遗迹 正在诛杀平天阁于念 你们最好别插手 万古遗迹中 围首一个鸿蒙神后期 强者神情严肃 表情凝重 开口警告道 不管这五十个鸿蒙神强者 是什么人 他相信自己自爆家门之后 在神界之中 没有人敢对他们动手 他们可是万古遗迹的人 老祖是一位原罪强者 杀的就是你们 一个鸿蒙神尸体开口 声音听起来沧桑不已 随后直接在原地消失 他眨眼间 已是来到了这个万古遗迹 鸿蒙神强者身前 一道红光一闪而过 这万古遗迹的鸿蒙神强者 原本还以为这些人不会动手 有些大意的他 直接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而且 杀来的人实力很是恐怖 明显不是简单的 鸿蒙神后期那么简单 待他意识到自己错了时 就发现自己的头颅和身体在分离 这是什么剑法 他快速稳住自己的头颅 只要灵魂没有事 他才想到这里 意识开始涣散 不 为什么 他的灵魂突然被一团红色的火焰覆盖 随后被烧得一干二净 一个鸿蒙神后期强者 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便宣告了死亡 其余人来自万古遗迹的强者都愣了 随后慌忙逃离 杀 手持红剑的鸿蒙神后期尸体口中 发出冷漠的话语 人再次消失不见 已来到下一个万古遗迹之人面前 其他尸体也早已追杀过去 他们本就在实力上碾压万古遗迹之人 所以还没到半竹箱时间 便诛杀了所有万古遗迹之人 陈长安在虚空之中看着这一切 满意地点头 随后让尸体们 收走那些万古遗迹之人的尸体和精血 不能便宜的那些原罪 搞定之后 陈长安控制尸体回来 然后表情平静地继续赶路 途中 张德帅几人都用特意的目光 看着陈长安 其谋内都是崇拜敬仰和震惊 离开了那方周遇之后 陈长安再次放出了50具鸿蒙神后期尸体 独留下了那手指红色常见的尸体 和另一具尸体 正是生前休息了瞬息移动神通 和戒尸还魂神通的尸体 而刚才 他看到这两具尸体的实力 明显比其他鸿蒙神后期尸体要强 这让他很意外 而其他鸿蒙神后期尸体 他放他们出去之后 下达了一个命令 在神界之中游走 看到有人胡乱屠杀人 全力杀之 第180章 金字塔 神界千元周 九大元罪正聚在一起 默默盘坐着修炼 等待各自手下完成任务 某一刻 万古遗迹之主暗斥原罪 突然睁开了眼眸 眼中凶光乍现 该死 怎么回事 他刚接收到手下传来的消息 说派出去的一批人 突然间失去了所有音讯查看命牌之后 发现全死了 十五个鸿蒙神后期 圣鱼之人都是古神境界之上 都死了 消失的时间不到一炷香 这等实力 至少要五十多个鸿蒙神后期强者才能拥有 怎么了 其他原罪 这时也跟着睁开了眼眸 看向了暗斥原罪 暗斥原罪道 我有十五个鸿蒙后期手下 正屠杀着一个宗门 突然间全死 全程不到一炷香时间 其他原罪听后 突然皱起了眉头 神情也开始变得不一样 神界 什么时候拥有这等实力的势力 陈长安和平天阁的余孽 都被他们困在仙界里面 按理来说 不可能是他们 神界其他势力组合起来对抗他们 又不应该 这纯纯找死行为 暗斥原罪心里激起了一口气 看向了智斥原罪和浑斥原罪两人 道 帮我查看他们因果 找出杀死他们之人 浑斥原罪道 把你死去的鸿蒙神后期 手下精血拿来 暗斥原罪传令下去 不久后 他的一个鸿蒙神后期手下 拿着一叠碎裂的命牌过来 浑斥原罪尝试追寻因果 推演出对方的身份和来历 然而奇怪的是 他根本追查不到 这些人的因果 好似早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和世间一切东西断开 而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这些人都死了 不应该啊 浑斥原罪 喃喃自语 智斥原罪听到这一声 传音问道 如何 浑斥原罪道 你看看 很诡异 智斥原罪点头 他的推演能力 比浑斥原罪强一些 只是一番推演下来 他也跟着皱起了眉头 他推演到的因果漆黑一片 就像是去到了一个死人的坟墓里面 确实诡异 智斥原罪道 其他原罪 听得云里雾里 连忙问寻详情 两人将自己看到的 和推演到的说出 其他原罪顿时棱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 某个原罪神情一变 皱紧眉头道 我的一批手下 也无故死亡 此话使得四周一静 这么蹊跷 他们实力如何 按吃原罪问道 二十个鸿蒙神后期 五十个鸿蒙神初中期 剩余的都是古神觐见 这原罪名为贪吃原罪 此刻神情因狠不已 他们此次派出去的 都是势力的精锐 目的也是快速将他们需要的精血 和灵魂凑齐 没想到 会有如此大的损失 多久死了 智吃原罪问道 半烛箱时间不到 贪吃原罪沉声道 其他原罪神情更加凝重了起来 这杀人的速度越来越快 意味着实力是完全碾压 下一步怎么做 暗吃原罪生怕自己 势力其他精锐遭遇嫡袭 此刻离他得知 自己这边的人死了没多久 贪吃原罪那边 也跟着死了一批人 这速度有些快了 没有其他应对之法 会死更多人 智吃原罪摸着下巴 导诸位谁去追查一番 此话一过 其他原罪都安静不已 没有人说话 谁知此事 是否和那陈长安有关 陈长安明显拥有 斩杀他们的能力 他们单独去追查 有可能被杀 他们谁也不想 不怒吃原罪后臣 而他们此刻一起聚在这里 都有同样的想法 那就是人多有照应 反正他们清楚 没有灭杀陈长安之前 不能轻易行事 如果我没猜错 那批人应该有 五十多个鸿蒙神后期 我觉得只需要将 势力里的人集合起来行动 危机便可化解 这时 一个原罪淡然开口 此原罪被人们称为 狂吃原罪 其他原罪觉得 此做法可以 纷纷附和 顶多就是将计划的时间 推迟一些 致吃原罪大致知道 这些人应该和平天阁有关了 目的就是 推迟他们计划时间 我觉得 此事还是尽快结束吧 人不狠站不稳 诸位 我们九方势力牺牲一半人 大致就能免去天道的惩罚了 与其等待这些鸿蒙神 境界手下死去 不如让修为更低之人死去 致吃原罪淡默开口道 此话一过 四周落真可闻 所有原罪 都有些不可思议地 看着致吃原罪 实则生变 致吃原罪补充道 他最主要觉得 此刻已经出现了变故 按照计划杀人 也得耗费三天左右的时间 才能杀狗 而他此建议 可以做到一天之内结束 一天之内搞定 绝对能够杜绝一切变故 这时 狠吃原罪赞同道 我可以接受 其他原罪都皱着眉头 权衡着利弊 然而其他原罪觉得 没必要如此 原定分散精锐去杀人 两天多结束 此刻已经算是过去了一天了 我们将手下们集合起来 再进行碾压式屠杀 也就一天半内能结束 而致吃你的提议 也要一天时间 只省却了半天时间 真有必要如此耗损实力实力 一位原罪大致算了一下 觉得没必要太过紧迫 他们是主动的一方 那陈长安还被他们封印在了仙界 只能干等着他们出招呢 突然出现的这些人 或许和平天阁有关 但看实力也不是很强 连他们一个原罪的实力都达不到 其他原罪 也纷纷赞同这位原罪的说法 没必要太过担心 就这样 大多数原罪拒绝了 致吃原罪的做法 最终决定 再耗费一天半的时间 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 致吃原罪冷漠地看着这些原罪 此刻也没再说话 他只能希望一切 都如他们所预料的一样进行吧 神界 幽明塔前 陈长安几人现身在空中 陈长安还以为 幽明塔和藏书阁 或者通神塔差不多 都是金属塔 并且形状大差不差 而当他看到幽明塔 真实面貌的时候 整个人棱在了原地 金字塔 前辈 那就是幽明塔了 秋星指着前方的金字塔道 陈长安脸色怪异 心想着地球的金字塔 不会也拥有神通吧 第181章 欧皇气韵防御神通 那我进入里面了 陈长安来时 已经在张德帅他们那里 得知了幽明塔 获取神通的详细信息 进入这幽明塔里面 可以传到一处沙漠之中 在那里拥有很多 没有灵制的神级杀兽 斩杀这些杀兽后 会得到一个光印 光印数积累越多 最终前往沙漠尽头之后 有一个高台 在高台之上 可以选择抽取物品 神通就在抽取的宝物里面 有概率抽到 但概率极低 所以此次陈长安 想要获得神通的办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多积累印记数 然后前去查看运气如何 他之所以直接让张德帅 带他的幽明塔这里 是确定自己 可以做到快速斩杀大量的杀兽 其次是这里 不用耗费太多时间 就能凭运气去获得神通 半天到一天之内 他就知道自己能否获得神通 实在不行 也就是浪费了半天时间而已 到时候 直接前去下 一个地方便是 张德帅三人点头 目送陈长安 进入幽明塔里面 这塔也是一人一生 只能进入一次 实力没有限制 鸿蒙神境界之人 都懒得进入里面 因为获得的东西 除了神通 足以吸引他们外 其他东西 他们都不是很在乎 而神通可遇不可求 陈长安进入了金字塔之中 四周的环境 变得阴暗了下来 他和一些人 站在金字塔内部空阔处 随后突然间一阵金光 从塔顶直直射下 覆盖住他们一行人 仅过去了三夕时间 陈长安一行人 已经来到了一处沙漠之中 陈长安看了眼四周之人 直接远离这些人 看向能看到的远处 施展出瞬息移动神通 他眨眼间来到了没人的地方 随后将一具尸体放出 杀兽就在沙漠之下 他走过之处 突然冒出了庞然大雾 浑身都在冒着黑气 瞳孔也是黑气萦绕 他直接控制 那一具鸿蒙神后七尸体 发动攻击 将杀兽打至冰死状态之后 他才施展翻天印神通 将杀兽斩杀 一道光芒 从这庞然大雾的头顶冒出 飞入他的手背之上 变成了一个光硬自数一 陈长安开始带着鸿蒙神后七尸体 到处斩杀杀兽 大概一个时辰后 他已经斩杀了一万头杀兽 而不同级别的杀兽 给出的印记数都不一样 初期神级的杀兽 也就一点印记数 鸿蒙神级别的杀兽 则有一百点 他手背上此时 已经拥有了五万点印记数 可以去尝试了 陈长安施展瞬息一动神通 来到了沙漠尽头 那一处高台之中 这里有人山人海 约莫有五千人数 在这高台之上 只需要闭上眼睛 就能在脑海里 看到抽取画面 陈长安让鸿蒙神后七尸体 站在自己旁边 保护自己身体 随后闭上了眼睛 顿时间 一幅画面出现在他脑海里面 那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转轮盘 转轮都是模糊的马赛克 转轮被线条分为了无数份 此刻正在快速转动着 陈长安知道如何操作 只需要将手中的印记数 引入转轮里面 转轮就会快速停下 停留在正上方的部分有什么 他就能得到什么 陈长安身手将十点印记数 尝试引入转轮里面 紧接着转轮突然停下 一样物品出现在正上方 那是一粒普通的神级丹药 一粒丹药 出现在陈长安面前虚空中 漂浮不动 陈长安大致明白 如何抽取了 便开始疯狂抽取 一次两次三次 随后发现一次 不仅仅止可以引入十点印记数 还能引入更多印记数 甚至可以引入一万印记数 抽取一次 并且抽取到的东西 会更加稀罕珍贵后 他果断决定 如此去抽取神通 第一次 他抽到了一把长刀 神级长刀 鸿蒙神强者都能使用 第二次抽到了一粒丹药 这丹药出来的时候 他眼眸大量 这丹药居然可以让一个 刚突破神级之人 快速突破到原神境界 这丹药 在神界没有 而他居然运气这么好 抽取到了 好好好 我只要大肆创造这种丹药 宗门所有提升到神级之人 都能快速突破到原神境界 他也能快速突破到原神境界 神通的威力 也能够提升很多 此收获很爽 他继续抽取东西 后面又接连着抽到了武器 对他来说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很快 他将印记数用光 进入幽名塔的时间是有限的 三天之后会把人踢出去 所以 他想要继续抽取到神通 需要更加努力去杀杀兽了 先让外面的尸体消停一下 完成这里的任务 再让他们继续 陈长安控制那在神界中 找寻原罪势力诛杀的 鸿蒙神后期尸体们 让他们找个地方躲着 随后他回到沙漠之中 将从遗迹那边收取的 其余鸿蒙神后期尸体放出 武师具新的尸体 开始按照他的命令 在这无边的沙漠之中 到处掠动 发现杀兽就打致重伤 最后带到他面前 让他斩杀 在武师具鸿蒙神后期尸体的努力下 无数杀兽被陈长安斩杀 短短一个时辰不到的时间 陈长安手背上的数字 变成了二十万 陈长安让尸体们继续干活 自己则回到了那处高台之中 继续抽取物品 他依旧每次都是引入一万英技术 极其奢侈地抽取各种宝物 只是 一直用了十九万英技术 他还是没有抽取到 他想要的神通 我就不信了 现在才过去了两三个时辰 他有的是时间继续耗 将最后一万英技术再次引入转轮 要是还没有抽取到神通 他就继续去获取更多的英技术 而就在他如此想着时 最后一次抽取下 一道光芒出现在转轮正上方 那是一本金色的书籍 神通 陈长安神情兴奋 终于等到你了 是什么神通呢 希望直接抽到防御神通 他内心偷偷祈祷了一下后 便将那神通书籍引下 随后一道记忆涌入了他的脑海里面 神通 玄武盾 陈长安眼眸闪出一道强烈的亮光 自己的脸这么白的吗 还真抽到了防御神通 他憋着的洞悉未来神通 终于可以使用 洞悉未来神通使用过后 他眼眸再次闪过了一道亮光 不仅仅是防御神通 而且还是防御神通之中强悍的存在 一经施展此神通 便能形成玄武盾 不仅仅可以护住一个人 甚至可以撑住一片天 这意思是 原罪们毁灭仙界时 自己还能让仙界稳固下来 第182章 仙界被毁 陈长安越想越兴奋 至少这防御神通很牛逼 休息成功了此神通后 他就拥有保护身边所有人的能力了 赶紧休息 陈长安全神灌注的领悟 在洞悉未来神通的加成下 他再利用了一个时辰不到的时间 便将此神通休息完毕 并且 还被他改良了一下 可以运用天地之力来加强 玄武盾 一经施展 可以快速形成玄武虚像 拥有极其恐怖的防御能力 抵御天地间最强攻击 此玄武虚像可以作用在任何物体之中 就连仙界也可以 只是施展过后 几乎做不到连续施展 用陈长安的话来说 就是冷却时间太长了 哪怕他突破到了元神修为 也得十天才能施展一次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神通足以帮助他 应对此次九大原罪的联手攻击 将神通休息完毕后 陈长安心里悬起的大石 稍微放下了一些 随后他也没有停下 继续尝试抽取下一种神通 他再次把鸿蒙神尸体 他们送来的杀兽斩杀 获得大量的硬技术 继续抽取神通 时间悄然而逝 半天之后 他又是神情一变 兴奋了起来 终于又抽到了一本神通 他将洞悉未来神通施展出来 而随着他对着神通的了解越多 整个人也棱在了原地 就像是看到了什么惊人的东西一般 眼眸越瞪越大 他施展洞悉未来神通之后 发现这次获得神通 居然是他梦寐以求的神通 此神通名为卧石神通 当他看到十字的时候 瞬间精神了起来 随着他对着神通的了解越多 兴奋占据他心脏的分量便越多 这并不是让时间停止累的神通 而是让时间变慢变快的神通 当然 这神通还做不到 让整个世界的时间变慢变快 此神通是让他手掌的时间有变化 这听起来似乎很鸡肋 其实一点都不鸡肋 这里面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他手掌的时间变快 那他手上拿着一颗混空珠呢 那意味着 混空珠里面的时间也会变快 陈长安饱含期待 开启全神贯注状态 休息神通 一个时辰过去 当他完全休息成功之后 他发现这神通更加牛逼了 他的手掌碰到别人 或者覆盖那人所在的虚空 施展神通后 居然能够短暂让那人的时间变慢 他的天地之力 作用不到这神通里面 所以这神通只和他的修为境界有关 此刻能做到的事 是让时间变慢百倍百倍 已经很吓人了 随着他的修为提升 当他的修为 到达鸿蒙神境界的时候 就能让时间变慢 或者变快一万倍 也就是说 外面过去一年 混空珠里面就能过去一万年 很是恐怖 而他触碰到的敌人 也会动作放慢万倍 那跟直接被定住没有区别了 当然 以那些原罪的实力 他是很难触碰到他们的 但是依旧有些概率 那就是在这些原罪大意之时 他快速施展出瞬息移动神通 出现在他们身后 触碰到他们身体 或者附近的虚空 随后一套攻击神通轰击下来 被放慢一万倍动作的原罪 死的概率无限大 不死也的脱层皮 陈长安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的自信越发浓郁 再次面对这些原罪 他已经拥有直面 他们的勇气与能力 继续抄 陈长安笑容满面 他现在都有些上瘾了 这神通休息 真的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太爽了 只是 他刚准备继续抽取 下一刻突然皱起了眉头 先见 有动静了 开始动手了 陈长安快速收回 对易中恒身体的控制 意识离开时 不忘留下几句话 让易中恒现在出去找张德帅他们 休息神通一事 似乎不能继续了 要开始应对九大原罪了 陈长安的意识 回到了宗主大殿之中 此时顾繁星已经来到了此处 安静等着他 至于宗门其他人 还有仙界云云众生们 已经进入了混空珠里面 此刻顾繁星就手握着混空珠 神情凝重地 看着刚睁开眼的陈长安 道 天地突然震动了起来 他们似乎要动手了 陈长安已经感应到了 此刻外面天地在震动 天穷也渐渐暗淡了下来 一副末日降临的景象 陈长安仔细感知了一下 道 应该还没有开始 他们似乎还在不准 顾繁星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了陈长安 问道 可有活下来的机会 他已是束手无策 现在所有人的生命 都交给陈长安了 而他问出此话之后 视野里的陈长安 仍旧是很平静 有我在 放心 陈长安看着顾繁星 露出了一抹微笑 他已有信心 带着所有人活下来 就是 在仙界崩毁中活下来后 他也要面对那些原罪 这次 可能需要交手一次了 顾繁星听到此话 郑重点头 然后问道 需要我做什么吗 陈长安摇头 你进混空珠里面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 顾繁星知道自己 现在的实力还太弱 只会影响陈长安 所以也很听话点头 不过进入混空珠前 他还是认真看着陈长安 道 你一定要小心 陈长安给了顾繁星 一个安心的笑容 等顾繁星进入了混空珠里面 陈长安拿过混空珠 在仙界崩毁之际 在施展洞悉未来 看看未来情况 陈长安存着洞悉未来施展机会 等最后一刻到来再施展 随后 他手心处光芒闪过 斡旋造化神通使出 一粒丹药被他创造了出来 正是那粒 能够让他快速突破到 元神境界的丹药 他扔进了嘴里 多突破一些修为 不久后应对那些原罪 也会更有把握一些 这丹药也是神奇 吞服没有多久 他的修为便快速猛冲 半个时辰不到 就已经突破到了元神境界 突破之后 陈长安发现自己 很多神通威力提升了 洞悉未来神通看到的 未来画面更久远了一些 不过 看得再远 对他此次应对这些原罪 也没有太大作用 若是他中途改变一下未来 后面看到的未来也会变 倒是斡旋造化神通 斡石神通 秀里乾坤神通 瞬息移动神通 和戒尸还魂神通都提升了 其中戒尸还魂神通 已经能让他控制 100具鸿蒙神后七尸体 搞定一切 陈长安坐在宗主殿顶上 默默等待原罪们发动攻击 等待仙界被毁 第183章 直面九大原罪 神界千元周 九大原罪站位成一个原形 各自驱动着恐怖的灵气 作用在一个阵法之中 随着时间推移 一颗巨大的光球 从虚空之中慢慢冒出 此光球足足有一座山大小 格外圆润 整体散发着蓝光 光球中有60个拳头大小的口子 只是这些口子 都被黑色的浓烟给堵死 浓烟还闪烁着雷霆的浮禄印记 完全将仙界引出之后 他们之后只需要在此基础之中 毁灭仙界 天道即会降下惩罚 而在他们后面 此刻站着一人 此人浑身没有衣物 站在那里毫无表情 眼神也是给人一种 呆滞目燃的感觉 这正是他们打造出来 替他们接受惩罚的傀儡 他们势力之人 即将收集够精血与灵魂 足以让这傀儡 变成能够扛下天道惩罚的代替品 他们只需要合力作用 在此傀儡之中 利用这傀儡去摧毁仙界 天道的惩罚都会降落在此傀儡身上 届时 他们就能免去惩罚 实力不变 还有多久 按吃原罪问道 再有三个时辰 精血和灵魂就足够了 至吃原罪看了眼那傀儡 傀儡身上有一个传输阵法 他们的手下收集到精血和灵魂之后 通过传输阵法 传到此傀儡体内 现在 这傀儡还剩最后一层精血灵魂 注意千元舟的变化 或许平天阁真有余孽在神界 在关键时刻来阻拦我等 魂吃原罪提醒其他原罪 其他原罪纷纷点头 见识过陈长安的强大后 他们自然不会再大意了 此次要必杀陈长安 否则他们往后都休想安生 做好一切 他们安静等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身后的傀儡开始有了变化 眼神稍微少了一些呆滞 三个时辰到来 这时这傀儡眼神突然变得清澈 但整张脸庞变得猙獰 与疯狂 似乎集合了太多人的念头一般 疯癫不已 九大原罪见替身傀儡已成 一起出手控制该傀儡 他们愤出意念 作用在该傀儡脑海里 随后身上的气息 也蔓延入傀儡身上 傀儡安静了下来 修为气息疯涨 好了 开始吧 致吃原罪开口道 其他原罪也不想浪费时间 纷纷点头 他们控制傀儡人 走到那一颗光球前面 猛然发动出一道攻击 先见 陈长安依旧坐在宗主殿顶部 看到天穷之上 竖然出现了一道恐怖的巨芒 他知道那些原罪 已经开始出手了 洞悉未来神通施展 未来一天多的画面 出现在陈长安脑海里面 确定了九大原罪 即刻就能毁灭仙界 他开始施展两种防御神通 盾空诀 玄武盾 陈长安整个人 没入了虚空之中 强大的金光将其笼罩 紧接着 一个玄武虚影 从他身上冒出 眨眼间放大 撑起了一片天 哄 下一刻 天穷突然间崩塌 恐怖的威能浪潮袭来 大地崩毁 整个仙界 就像是一个装满了水的气球 突然被尖针戳破 爆开的时候 水箭时产生了恐怖的张力 强大的冲击 威能将土地上的生物泯灭 这威能也席卷来了青云踪 落在了陈长安身上 只是 两种神通加护下 此威能也对陈长安 造不成任何伤害 神剑 一击将仙界击毁后 九大原罪神情 认真盯着那爆开的仙界球体 同一时间 他们头顶眨眼间出现了雷云 恐怖的七彩雷云 在黑云上游动 下一刻 七彩雷霆轰落直地面 精准披在了那傀儡身上 傀儡轰然爆开 炸成了气浪 九大原罪 只是散出了一些气息 便将这气浪终止 天道的惩罚 完全被他们规避 而他们的目光 随后继续盯死那仙界所在的地方 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总觉得事情 好像还没有结束 死了吗 为何我觉得 没那么简单 暗吃原罪咒没到 已经感受不到生命气息了 仙界完全毁灭了 应该死了吧 贪吃原罪咒 等会 有些不对劲 狠吃原罪咒 魂吃原罪和智吃原罪两人 已经开始推演 下一刻 他们眼眸猛地眯成了一条缝隙 他居然没死 两人一口同声说话 也就在他们话音刚落之际 一道人影出现在了他们身后的虚空之中 陈长安收回了两种神通 从虚空中走出 这时他与几大原罪目光交接在一起 这是他第一次真实地面对着九大原罪 这家伙 怎会死不了 暗吃原罪很不可思议 换成他们任何一人在仙界 哪怕能够使用原罪级的实力 在仙界崩毁之际 也避免不了生死盗销的下场 现在好了 这家伙居然还没死 并且 连伤势都没有 太令人费解 质吃原罪也皱紧了眉头 尤其是见到陈长安出现之后 居然没有直接逃离 他很是震惊这小子 是有什么底气 才敢不逃 陈长安见这些原罪 并没有轻举妄动 只是和他对视 于是平静开口道 诸位混蛋 终于见面了 他自然不会给这些原罪任何面子 喊他们一句混蛋 也算是抬去他们了 这些家伙为了一己私利 是真的不当人 就这几天 神界死去的无辜之人 数不胜数 当日看到万古一记势力 屠杀那个宗门的画面 他就已经确定了 这些原罪把人命当成什么 在他们眼里 人命或许比只蝼蚁还轻贱吧 陈长安 我不得不佩服你 但是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上 智痴原罪也不讲废话 看了眼其他原罪 准备联手诛杀陈长安 其他原罪 已经做好了大战一触即发的准备 所以在智痴原罪一声令下 直接行动起来 只是 下一刻他们就发现 陈长安消失在了原地 随后出现在了智痴原罪身后 一双手触碰在了智痴原罪身前虚空 智痴原罪 在陈长安出现在身后之时 就已经反应了过来 只是 让他眼球瞪大的事情发生 他发现自己的行动速度 突然慢了两百倍 也是这突然间的变化 让他愣神了片刻 而下一刻 陈长安已经在原地消失 同一时间 几种神通已然出现在他身中 翻天印 擎天手 镇空杀 玄天剑 第184章 逼迫陈长安出现 陈长安整个过程流畅的像是 从小吃着德服长大一般 攻击打完 在其他原罪还未反应过来之际 已经施展了瞬息移动神通 逃离至神界另一段 他提前让一中横他们 去往神界另一段 如此他才能快速躲避九大原罪的追击 而他此次敢和这些原罪动手 是因为他看过了未来画面 自己虽然仍旧打不过这九大原罪 被围困之后 必死无疑 但只要他出其不意打完一套 直接溜人 这些原罪也拿他没有办法 在他看到的未来画面中 他攻击的对象并不是致吃原罪 而是实力最弱的那个原罪 之所以临时选择致吃原罪 是他发现致吃原罪是这些原罪中 貌似比较有化石权之人 哪怕将致吃原罪打不死 将致吃原罪打至重伤 也是一件美事 陈长安的一套神通过后 恐怖的威能开始爆发 两条天空夹住了致吃原罪 同时一只大手轰然握住致吃原罪 同一时间致吃原罪头顶之上 还出现了一把金色巨剑 这还没结束 还有一个蓝色的虚空方框 框住这一切 雷霆狂怒般炸开 致吃原罪是想找办法抵抗的 但身体速度变得极慢 如此一套恐怖的攻击下来 他也只能认命了 不过他还死不了 他的身体在这轰击一种 成了虚空的一部分 但他的灵魂 还是在最后时刻潜入了虚空之中 虽然强大的威能 还是使得他灵魂受损严重 但也保持了大部分灵魂 其他八大原罪反应过来 快速将陈长安神通 剩下的威能散去 随后稳固住致吃原罪的灵魂 该死 他又变强了 魂吃原罪大骂了起来 他也是第一个反应过来之后 快速过来拯救致吃原罪的人 好生恐怖 狡猾至极 打完就跑 而且 这是瞬息移动神通 该死的 他怎么会如此多神通 我看到他使用了怒斥的玄天剑神通 好像还有镇空沙 翻天印 擎天守神通 八大原罪惊呼不断 这一刻是他们此生最震惊时刻 完全没想到 这方神界 还有他们联手起来 也弄不死的人 他再强 也不应该能承受 仙界崩毁的威能冲击 他难道还会很多种 强大的防御神通 魂吃原罪 骂骂咧咧倒 其他原罪都不知道 如何回答 魂吃原罪这个问题 他们更加迷惑不已 他已经用瞬息移动神通逃了 我等先找个地方 商量一下未来计划 他有瞬息移动神通 各位还是木耀散开了 否则他会单独找上门 这时 被八大原罪用 强大灵气和特殊手段 温养了片刻的 魂吃原罪的灵魂 终于可以发出声音 其他原罪听后 都纷纷点头 你先好好休养 我给你找一具 鸿蒙神后期身体 相信以你的实力 不用千年就能回到巅峰境界 魂吃原罪道 行 先离开此地 致吃原罪回道 其他原罪离开前看了眼四周 心里出现了挫败感 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落下下风 而对方 还只是一个人 一行原罪来到了圣人宗内赞助 开始商量计则 他明显不够我们打 以他当下展示的实力来看 已经足以威胁到 我等四到五人的生命 致吃原罪此刻是灵魂状态 但声音仍旧给人一种平稳的感觉 其实他心里也特别愤怒与不甘 只是他很清楚 自己还有活命的机会 但若是其他原罪杀不死陈长安 等待他的不是重塑身体 恢复巅峰状态 而是完全死亡 所以 必须要让其他原罪团结一心 尽早弄死陈长安 其他原罪安静听着致吃原罪讲话 他们有些后悔 不听致吃原罪的建议 若是提前对仙界动手 会不会有机会灭杀陈长安 所以 你觉得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按吃原罪问道 致吃原罪沉声道 将他逼出来 任由他变强 最终我们都得死 他们不是平天阁吗 自然在乎神界人们的安危 他也想不到 追踪陈长安的办法 陈长安拥有瞬息移动神通 这便已经让他们抓拿不到了 若是陈长安想逃 他们追踪到了陈长安的藏身之所 他就能快速转移到其他地方 甚至可以再找一个仙界窝居在里面 以神界人们的生命来逼他出来 魂吃原罪问道 致吃原罪道 没错 他代表的是平天阁 经此一战 他们平天阁再度崛起一世 将会传遍整个神界 若是任由他活着 他终将联合神界所有人逼死我等 既然如此 就提前以神界所有生灵生命 威胁他出现 他若是不出现 平天阁的名声 也会在人们心里大打折扣 而他要是出现 就以我等当初诛灭平天阁 那个拥有瞬息移动神通之人一般 布下天罗地网 限制他使用瞬息移动神通 再联手诛杀他 当初平天阁就有一个 鸿蒙神后七强者 拥有瞬息移动神通 差点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每时每刻 他们都在注意深周情况 防止被偷袭 可行 魂吃元醉点了点头 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我等这般作为 算是将他摆在众目睽睽之下之口 就看他上不上当了 狠吃元醉也觉得 屠杀神界人们有什么不妥 甚至在他眼里 神界那些弱小的蝼蚁 与他完全不是一个种族 当成蝼蚁一般采杀就是 就这样 他们一致通过此计划 并且开始实施 此次他们依旧亲自动手 八大元醉齐齐出动 先是去到了一个神界顶尖宗门 二话不说 开始屠杀 短短实习不到的时间 屠杀便已经宣布结束 整个宗门无意生还 尸首遍地 结束之后 元醉们并未开始 去找第二个势力 而是站在天穷之上 傲视苍生 宣布神界将要进入毁灭 今日过后 他们会见人杀人 神界所有人想要活着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平天阁的人找出来 一天不出 他们就杀一天的人 直至 神界失衡遍野 消息传开 一时间神界震动 无人不被震慑 仿佛有一把刀架在了 神界所有人头上 第185章 以苍生为人质 陈长安施展顺息一动神通后 来到了一中恒的面前 此刻一中恒就在神界另一端 哪怕是鸿蒙神后期强者赶路 也得要几天的时间 哪怕是那些原罪 能够找到他的位置 前来此处 也得用上几个时辰时间 张德帅就在一中恒旁边 见到陈长安真容 不禁满脸灿烂笑容 见过阁下 刘一勉见到陈长安 直接待置在了原地 怎么是这位 陈长安道 进混空珠里面聊 几人点头 进入混空珠里面 而陈长安则是利用修为 幻化出了一个虚影 进入混空珠里面 回来了宗主殿内 他得时刻观察外面的情况 一有风吹草动 得离开原地 此刻大殿中站满了人 顾繁星 黎学雅 齐天明 武栋 王平勇等人都在 皆是面露担忧之色 因为他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而且 外面已经过了好多天了 也不见陈长安回来 直到现在 看到陈长安和义中恒回来了 顾繁星等人都松了一口气是尊 我回来了 义中恒来到顾繁星面前 拱手道 顾繁星点头 随后看向了陈长安的虚影 眉头皱得更紧了 观星问道 你 没事吧 他进入混空珠里面有些天了 外面的陈长安 迟迟没有消息传来 让他担心不已 要不是陈长安让他进入混空珠后 别随意出来 他早出去看看情况了 陈长安道 我没事 已经脱离那些原罪的威胁 现在躲在神界某处 我本体得在外面观察 对了 我对此混空珠施展了卧石神通 里面的时间流速会比外面快很多 你们往后都在这里面好好修炼 争取多突破一些修为 卧石神通 顾繁星和张德帅等人听到此话 都睁大了眼眸 这是时间类神通 还有 我应该又将一个原罪杀了 哪怕他命再大 不死也只剩灵魂状态了 陈长安微笑道 张德帅神情一震 看着陈长安的眼神 变得更加尊敬了起来 这时已经杀了两大原罪了 离朱砂所有原罪 不远了 神界 难道要开始脱离这些原罪的统治了吗 顾繁星待至片刻后 翘脸生起了一抹喜悦之色 太好了 他还满心担忧呢 怕陈长安应对不了仙界的崩毁 哪怕应对过去了 陈长安还得面对九大原罪 没想到 陈长安逃脱了不说 居然还杀了一个原罪 太强了 也不清楚 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而他们已经知道 我的具体实力 之后可能会更加疯狂 所以 我得更加努力去做准备了 陈长安确定自己此次发挥实力 足以下到这些原罪 如果这些原罪不蠢的话 会费尽心思找到他 将他斩杀 免得他继续变强 至于这些原罪该怎么做 他也想到了一个可能 但就是 这可能真出现了 他也难以做出抉择 那就是 这些原罪 以神界所有圣灵来威胁 他不是圣母 但也有些许于心不忍 只能希望这个可能不会发生 而他 也得更加努力去修习神通 陈长安看向了一中横 道 你还得跟着他们去 其他拥有神通的地方 和你师尊师弟师妹 聊会后再出发 往后一段时间 得继续辛苦 你们了 陈长安看向张德帅 和秋星三人 张德帅三人 连忙摆手说不麻烦 并且表现出 自己特别乐意去做 长安 我可以出去看看你吗 就在这时 安静了很久的李雪雅 凑上前问道 他此刻一脸担忧之色 还是放心不下 要看到陈长安 真的没事再回来 陈长安也有段时间 没和李雪雅相会了 便微笑点头 这样也能让这小妮子 放心下来 毕竟李雪雅此刻的样子 确实担忧不已 然而下一刻 顾繁星也道 我也要看看你 此话一过 整个大殿都安静了下来 齐天明和武动几个男徒弟 都愣在了原地 苏乖乖与李雪雅 则是眨了眨眼 随后 李雪雅脸上直接像是 有了什么心事 点头到我跟师尊一起出去 只是 两女还没来得及出去 突然听到张德帅惊呼了一声 张德帅不清楚 这两个美女 和陈长安具体什么关系 但看样子 应该是有些男女之情了 他对这种事情并不好奇 而突然间 他发现传音宝物震动 正是他的手下传来的 于是他没事干 便接听了一下 只是听完后 他便一见大惊失色 还惊呼出了一声 不好 此惊呼声 惊到在场之人 陈长安问道 怎么了 张德帅连忙看向陈长安 道 魂吃原罪他们 突然对外宣布 一天之后 将会肆无忌惮 斩杀神界所有生灵 想要阻止他们 只能阁下 出去见他们 此话一过 整个大殿 落真可闻起来 陈长安暗骂了一声 呸 好的不灵坏的灵 究竟是哪个原罪 提出来的想法 直击他的痛点 张德帅看着陈长安 此刻也只有陈长安 能够拯救意外生灵了 顾繁星也脸色难看了起来 他们平天阁建立初衷 就是为了还神界 一个朗朗乾坤 没想到 会走到这一步 而陈长安刚才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此时此刻 还是不够这些原罪强大 一打一随便碾压 一打三也足矣 甚至一打四也可以 但一打八 危险 怎么办 顾繁星也只能看着陈长安 因为他很清楚 这些原罪的狠辣 既然他们对外宣布了 那他们必定敢做得出来 陈长安还真没办法 这些原罪 肯定已经布置了 天罗帝王等他 此次他在想杀他们 一个出其不意 难上加难 而他想要去学其他神通 时间根本不够 这些原罪算是将他加起来考了 我得想想办法 陈长安也很无奈 一时间想不到应对的办法 而外面过去一天 他的意念在昏空珠里面 就可以待够三百天左右 所以他可以在这里面 慢慢想办法 反正去修习神通 赶不上时间了 只能想其他办法 一人之力打不过这些原罪 集合神界所有强者 能否打过 鸿蒙神后期强者 和这些原罪的差距 还是太大了 不是人多就能赢的 等等 倒是有个似乎可行的法子 第186章 破局 陈长安赶紧看向张德帅 问寻道 你在神界有多少认识的人 且这些人足够有权威 能让人信服 张德帅不懂陈长安问这个做什么 但还是快速回道 我与人相处很真诚 只是这世界与人相处 只靠真诚没用 因为我与其他原罪的关系问题 没有人肯与我有太多交集 陈长安这时看了眼秋星 顿时眼眸一亮 对啊 炼丹师的人脉关系 肯定比一个城主要好太多 你能否快速联系到 这些说话能让人信服的人 陈长安问道 秋星快速点头 我与神界很多鸿蒙神境界之人 都有联系 陈长安吩咐道 你按我说的去做 神界在八大原罪下的死亡通牒之后 此刻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人人自危 都在想着办法 让自己在此大劫之中活下来 他们都清楚 这些原罪的形式风格 说杀人就真的敢杀啊 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 而这些原罪不杀 他们的唯一要求 就是让平天阁的人出现 这哪能 是他们能做到的 也就是说 他们只能将生存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平天阁心系苍生 并且不畏死的精神上 而他们也听说了一件事 那就是 这些原罪 在平天阁之人中吃了大亏 所以才有此举 要是平天阁继续躲着 发展一定的时间 这次的崛起 极有可能颠覆这些原罪 对神界的统治 从这些原罪如此疯狂行进 也可以推出此结果了 否则这些原罪 不会做到这一步 所以 他们想要活下来 全靠平天阁牺牲 这太不现实了 还不如他们自己 想办法活下来好 毕竟平天阁傻了 才会放弃如此机会 而就在神界 人心惶惶不已时 突然各地传来了一条 能让他们保命的消息 应该是平天阁传出来的 速度躲进就近的仙界 这消息一传开 整个神界开始疯狂了起来 所有势力和散修们 都快速行动 拥有混空珠的势力 第一时间带上混空珠 让势力里所有关键人物 进入混空珠 随后他们迅速去到附近 通往仙界的通道 纷纷投身进入仙界 也是这消息的传来 短短几个时辰的时间 神界大部分人 已经进入了仙界 躲藏了起来 没有什么人怀着侥幸之心 想着躲在神界某些特殊地方 原罪们找不到 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 这些原罪有多强大和诡异 再者 这消息也是神界 很多鸿蒙神强者传出的 其出自平天阁的概率极大 而且这些原罪 也确实去到仙界 也会受到介于限制 他们联手起来 还有可能在仙界斩杀这些原罪呢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他们根本想不到 拯救自己性命的办法 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眼前 哪能不好好珍惜 神界 圣人宗内 在那消息传开不久 原罪们便已经同步接收到了 他们都皱紧着眉头 完全没有去阻止 因为他们清楚 自己八人一起去阻止也没用 现在他们出行 都得八人一起 出去抓人 也不能一下子 把神界所有人抓下 只能抓一小部分人 而这一小部分人 只要陈长安脑子不被门加过 明显威胁不到陈长安出来 该死的 这小子还真是有过机灵的 这都被他快速想到了应对的计策 不是这计策高明 而是我们没想到 神界这些蝼蚁 居然行动如此之快 太相信这平天阁的传出的消息了 更应该说 这些蝼蚁惧怕我们 智痴原罪也暗自骂了一声 其他原罪都盯着 魂痴原罪的灵魂 现在他们的计策被破了 只能让智痴原罪再想一个了 还能想到其他计划吗 现在神界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而那小子 也不一定躲在神界 兴许去了某个仙界了 魂痴原罪道 智痴原罪沉生道 他们去到某个仙界 就再好不过了 以你的推演能力 花些时间 至少能找到他们具体方位 最怕的是他就躲在神界 我们追踪过去 他就跑去其他地方 众原罪也清楚智痴原罪的意思 若是他们能回到不久前 断然会做更多的准备 做好陈长安 不会被仙界崩毁 冲击至死的准备 他们至少不会让陈长安 如此轻易逃走 其他原罪停后 便安静等着智痴原罪出谋划策 智痴原罪沉思片刻 看向魂痴原罪道 你先尝试推演出他的具体位置 若是在某个仙界 事情变简单了 若是不在 我等也只能等一段时间了 假装找不到他 让他放松警惕 最好是躲入某个仙界 他也想不到其他法子 主要是陈长安拥有瞬息移动神通 这就让他们追捕不到了 除非让神界变得极小 其他原罪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只能点头了 对了 他的神通是本救会 还是刚休息成功 你们可以去各大能获得神通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智痴原罪想到了什么 快速道 神界某处 陈长安本体仍旧在一处地方悬浮警惕着 而混空珠里面 他的意念化成人形 坐在宗主殿中 神界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搬去仙界了 张德帅微信道 陈长安满一点头 这样这些原罪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吧 得继续休息神通了 陈长安不想继续和这些原罪斗之斗勇了 再多学一些神通 直接将这些原罪杀光来一个永世无忧 每天提心吊胆的也是类人 好了 你们可以行动了 记住 一定要做好隐藏 别被那些原罪发现 陈长安看向张德帅 这次为了安全起见 他直接让张德帅带上一个原本是圣人宗的弟子 前去各处拥有神通的地方 毕竟神界的人都跑光了 现在出去活动 被抓到的概率更大一些 张德帅认路 且张德帅自荐 要为灭杀原罪做出贡献 他便答应了张德帅 行 我出发了 张德帅出了混空珠 看着陈长安 深吸了一口气 知道此行有危险 但他可以牺牲 只要最终这些原罪死了就行 陈长安在张德帅离开前 还不忘让对方给出命牌 随后才目送其 带着昏迷的圣人宗弟子离开 往下一个目的地飞去 送走了张德帅 他随后只需要等待张德帅传来消息 他在控制那圣人宗弟子的身体 大概过去了一个时辰 张德帅传来消息了 他便开始施展因果 交互神通 第187章 张德帅死了 此次张德帅去往的地方 名为通天塔 如名字一样 此塔高入云霄 犹如一根巨大的神级宝棍 撑住了天与地通天塔 具体有多少层无人可知 而里面的神通有多少 也无人探索得到 据说神界八成修炼神通的人 都是在此休息的 陈长安一开始没有直奔此处 是因为他清楚 此塔最多只能修习两种神通 所以才先去其他地方碰运气 此塔具体作用是用来提升气韵 十大原罪都曾在此塔中 得到了最高级别的挑战 收获了最高级别的气韵提升 并且都在此至少修习了一本神通 天赋高的 则将两本神通也修习成功了 陈长安一直觉得自己运气挺高的 来这里 只是想得到神通罢了 以他对这通天塔的了解 此塔一共有一千层 每一个进入里面的人 都会出现在一个空间里面 第一层会出现一个 与他同样境界的黑影人 只要斩杀了此黑影人 便会被传去第二层 以此类推 杀上一千层 则要杀一千个黑影人 最后杀完了一千个同境界的黑影人 便是获得了最高的测试结果 如此此塔便会灌输强大的气韵 并且随即选出两本神通 给予修习 知道这些信息的陈长安 直接看向张德帅 道 你在附近找个地方躲着 我出来后再过来 带我去其他地方 张德帅点头 目送陈长安走入了通天塔后 目光扫视了一番四周 决定对入地底 然后隐藏在地底的虚空之中 等待陈长安出来 相信那些原罪不亲自来到这附近 就不会发现他 陈长安进入通天塔后 便被传送到了一处空旷无边的空间之中 这里仿佛是一片没有任何物体的星球 虚空给人的感觉也是无比结实 他控制的圣人宗弟子 身体是原神境界 因为他知道 此塔主要按照人的修为 诞生同等境界的黑影人 所以他才找原神境界的圣人宗弟子来控制 下一刻 他前方虚空一阵荡漾 随后一个浑身黑色的黑影人出现 他的修为也是原神境界 陈长安随意发动攻击 都不用神通 便直接将此黑影人杀死 黑影人也眨眼间化作一团黑烟 引入虚空不见 陈长安身体一清 整个人被传到了通天塔第二层中 就这样 陈长安快速闯关 等到了一百层左右 他才开始施展神通 到达最后一层 他看着一千个黑影人 他更是将所有攻击神通用了一遍 堪称顺杀 毫无挑战性 结束测试 这时陈长安发现 一股强大的能量 要灌注进入他的身体 他可不能放过这强度的气韵 便宜着圣人宗弟子 于是果断用秀李乾坤将这气韵能量收走 搞定之后 一圈光影在他面前出现 这一圈光影正在以恐怖的速度旋转着 随后在他的注视一下 猛地停下 两团光影飘出 正是两本光影神通书籍 陈长安深吸了一口气 将洞悉未来神通用出 顿时神情兴奋了起来 两种神通分别是 推演神通和恋恶神通 这两种神通猛 首先推演神通 可以通过推演因果 或者推演某人的气息与物体 找到此人坐在的地方 若是此人实力弱 命格弱 还能被推演出一生 其次是恋恶神通 这个更加牛逼 只要是物体 在他这神通长时间的恋恶下 就会诞生生命 那便是灵体 比如上次他去过的藏书塔 那里面的灵体就很强 那种灵体是宝物强大 且存活时间久了 才自然而然诞生的灵体 而现在 他拥有这神通后 可以给任何没有生命的物体 施展此神通 恋出灵体 灵体出现 也预示着此物是他的了 他变成了此物和灵体的主人 就连尸体 已经灵魂死去 也算是成了物体 而他只要 拿到这些尸体 施展此神通 诞生了灵体 还有很大的概率 让诞生的灵体 拥有一半尸体 原主人灵魂的灵性 差不多算是复活了一半了 赶紧休息 陈长安迫不及待起来 全神贯注 进入领域状态 一个时辰眨眼间过去 此刻他已经将比较简单的 恋恶神通领域完毕 推演神通更加强大 比之斡旋造化神通 还要强一些 所以他预估 还要一个半时辰左右 才能完全领域 只是 就在他准备继续领域之际 主体那边突然接收到了 张德帅的传音 八大原罪出现 短短一句话 直接把陈长安 弄得神情凝重了起来 张德帅就在通天塔外面 说八大原罪出现 那就是八大原罪 来到了通天塔前 他倒是没什么 反正是控制着 圣人宗弟子的身体 并且还在通天塔里面 这些原罪对这等宝塔 也没有任何办法 张德帅就不一样 还在外面 要是张德帅被发现 恐怕要凶多吉少 陈长安短暂停止 控制圣人宗弟子身体 传音回张德帅 道 能否逃离 只是过了好一会 他也没有接到张德帅的回信 看着情况 应是被那些原罪发现了 陈长安神情越发凝重起来 眉头已是皱成了一团 他和张德帅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但就是这么短的时间里 他已经被张德帅的性情所折服 老实说 他也做不到张德帅这般 过了一会 他终于接到了张德帅的传音 只是这传音过来的声音 听起来坚定不已 我已无退路 为了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我自毁灵魂 往后神界就靠阁下了 张德帅声音有些虚弱 但仍给人铿锵之感 声音过后 传音宝物安静了下来 陈长安拿出了张德帅出发前 交给他的命牌 下一刻便出现了一条裂缝 张德帅 已死 陈长安拳头不知何时起 已是捏紧 因果交互神通再度施展 他此刻还对这些原罪没有办法 只能忍下出手的机会 他要继续修习神通 一个半时身后 陈长安停下了修习 已是将两种神通修习完毕 他也放弃了圣人宗弟子的身体 已是回到了本体中 此次修习到了两种神通后 他已经对诸杀这些原罪有了计划 靠恋恶神通 第188章 复活吧 我的张德帅 已是回到本体 陈长安让一世幻化成人形 进入混空珠里面 看到陈长安回来 秋星连忙问道 怎么如此快回来了 张老哥人呢 他死了 陈长安将张德帅 已经死亡一世 瞬间使得大殿鸦雀无声 秋星整个人待在了原地 满是接受不了的神情 摇了摇头 苦笑看着陈长安道 前辈你在开玩笑吧 陈长安摇头 叹息道 运气不好 我们刚到通天塔那边 八大元罪就来了 他为了不让自己被捕被迫 或者不小心泄露我们的踪迹 自毁了灵魂 秋星咬了咬牙 最终也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不久前 他还和张德帅有说有笑 畅想着未来神界所有原罪死去 神界重返和平的美好日子 迟早将他们杀了 秋星阴狠道 陈长安深吸了一口气 点头道 放心 我已经找到诛杀他们的手段 再需要一些时间就行了 他拥有了炼物神通 可以将神界各种强大的建筑和宝物 炼化为己用 其中藏书塔和通神塔 这些远古便存在的宝物 可是连这些原罪也破坏不了的存在 他若是将这些宝物 炼化成可以为己用的法器 用来砸 都能杂趴这些原罪 秋星连忙问询 得知陈长安拥有这种神通之后 快速问道 需要我帮忙吗 陈长安摇头 道 剩下的就看我的吧 他回来就是告知秋星张德帅的死讯 现在就可以去恋物了 李雪雅看着陈长安 岳家担心陈长安的安危了 道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等你回来 顾繁星也道 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 回来告诉我们 陈长安点头 随后控制意识 离开了混空珠 他目光往四周看了眼 确定了一个方向后 踏入了虚空之中 他的第一个目标 正是通神塔 通神塔里面没有灵体 恋物神通施展的时间 会快速且简单一些 眨眼间 他已经来到了通神塔前 此刻何善宗里面寂静一片 没有一丁点人声 善宗也害怕这些原罪 把他们当成残害对象 在听到躲进仙界这消息后 他们也第一时间 搬入就近的仙界中 陈长安盯着面前的通神塔 飞进通神塔 将手触碰在通神塔中 神通施展 在施展恋物神通前 他先施展了一下洞悉未来神通 看清楚未来后 他便信心满满 施展出恋物神通 恋物神通 主要是将死物变成生物 诞生灵体 便是最主要的地方 灵体则需要汇入庞大的生命力 所以 他需要庞大的生命力 最简单的办法 有些残忍 直接杀人 其次是杀各种兽类 还有各种强大的植物 而他还有另一种办法 那边是用天地之力 他发现天地之力 也拥有生命力 且天地之力用之不竭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此恋物神通 恋之不要太适合他 这也是他研究完了恋物神通后 第一时间确定了 此神通能助他灭杀所有原罪 陈长安开始调动天地之力 向此处汇聚而来 短短时期时间 大量的天地之力 在他的控制之下 汇入了通神塔里面 恋物神通 这才开始发挥作用 此通神塔并没有灵体 但想随便练画 犹如痴人说梦 所以 陈长安需要用更多的时间 和天地之力去练画 不过 看过未来画面的他 正好在特定的时间结束 半天后 他停下了神通施展 这时候通神塔已然有了变化 其内诞生了灵体 这灵体一出现 便能掌控通神塔 并且第一眼就盯住了陈长安 像是新生的孩子 看着自己的母亲一般 主人 一道空灵的声音 在通神塔内传出 陈长安点头 然后道 可以移动吗 跟着我离开 可以的 通神塔说道 陈长安早已看过这画面 所以在他说完之际 就已经踏入了虚空之中了 而通神塔 也是直接跟着他的步伐 化作了一缕金光 进入了虚空之中 消失不见 一人一塔走后那多久 八道人影突然在天空之上显现 这八人不是别人 正是八大原罪 他们已经逛了一遍 其他拥有神通的地方 通神塔是最后一个地方 只是 当他们出现在此处之时 皆是神情呆滞不已 通神塔 去了各处 怎么回事 他还能一动不成 被别人搬走了 不可能吧 我等都没能力将其搬走 你们说 会不会是那小子 他的实力比我等强 若是那小子 那是否和对付我没有关 该死的 我等都拿通神塔 这等远古宝物 没有任何办法 若是他真有对付我等的手段 我等不会应对不了吧 不久前死的那人 会不会和他有关 很可惜没保下他 一群原罪皱紧眉头 都觉得头大了起来 浑吃原罪到 先回去 看看致吃原罪看法 八人一同离开 陈长安带着通神塔 出现在了一处 幽静的山谷之中 看着巍峨壮观的通神塔 离开了那方地方 此刻还漂浮在空中 他深吸了一口气 问道 你可有攻击力 空灵的声音再度响起 没有啊 我只能控制我的本体 发挥本就有的作用 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本体 去撞击人吗 陈长安追问道 可以 这算攻击力吗 空灵的声音回道 陈长安道 算 到时候 你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陈长安让通神塔 自个进入混空珠里面 随后他飞往下一个地方 正是张德帅死亡的地方 通天塔那些原罪已经走了 先去看看张德帅的尸体 有没有留下 要是留下了 他尝试让张德帅尸体 诞生灵体试试 很快 他回到了通天塔前 他一眼 看到了张德帅的尸体 正安静躺在地上 身上没有任何气息和生机 陈长安眼眸一亮 飞落在张德帅身旁 随后开始施展恋恶神通 不久后 张德帅的尸体拥有了灵魂 我 没死 张德帅突然开口道